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虽说这白龙至尊已陨落 但那种存在即便是随便留下一手 恐怕都能对现在的他造成巨大的危险 所以还是仿低点姿态更好 白龙至尊那白色的瞳孔盯着木尘 他似是笑了笑 摆摆手 你能活得本作所留的白龙灵珠 你我之间也算是有些缘分 木尘点点头 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地问道 先前我看见的 这就是什么 那些东西 看得他有些毛骨悚然 一个世界亿万生灵被灭绝 太恐怖了 一些我所经历的画面而已 这大千世界浩瀚无几 更是无数微面交汇之地 其中的凶陷残酷根本不是你所能够知晓的 牧尘默然 虽然他的确没经历过这种恐怖的事情 但也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可怕 那些血潮 究竟是什么呀 牧尘问道 那种生物让他感觉到恐惧 与外邪祖的一只 我们将其称为血邪祖 你所看见的那一个被他们所灭绝的世界 便是我的家乡 哼 我是从下围面逃来大千世界的 白龙至尊笑了笑 笑声中有着一种麻木般的凄凉 与外邪祖 又是什么 我对他们知晓的也并不多 你出生在大千世界 而且算是大千世界内部 如果没意外的话 或许一辈子都无法知晓接触到这些东西 不过 对于一些下围面来说 他们却是最为恐怖的东西 一旦被他们发现可侵蚀的下围面 那么 结果便将会是一个世界的生灵被灭绝 就犹如你先前所见 这种事 你听起来感觉不可思议 但却真是存在 听说过吴祖吗 白龙至尊看向牧尘 吴祖 灵动 吴祖也是来自下围面 而且他所在的围面也曾经遭遇了 域外邪祖的进攻 不过 吴祖毕竟非我等可比 他不仅将他们驱逐 甚至连那一只邪族的黄 都被他所斩上 虽说那只是域外邪族之中的一道分支 但他们所拥有的力量 很难会是下围面能够抵挡的 吴祖能够以下围面的处身做到这一步 真是让人佩服呀 他比我们强了太多太多了 牧尘 为感震撼 大千世界比起那些下围面 总归是要有着很多的优势 这里的强者等级 而远比下围面强悍 而那位吴祖能够在当年凭借着下围面的资源条件做到这种程度 的确不简单 真不愧是能够在大千世界开辟五境的超级存在 好多年未曾说过话 一时间倒是话多了一些 白龙至尊一笑 逐渐地恢复过来 他毕竟如今只是一道意识残留 当即他挥了挥手 看向牧尘 相见便是远 你既然得到了本座所留的白龙灵珠 又将其封印破解 那么 本座也就助你一臂之力吧 话音一落 他袖袍一挥 只见那这片白茫茫的世界中 突然有着无尽的白雾涌来 那白雾之中充斥着精纯无比的磅礴灵力 白龙至尊微微一笑 他手指凌空点出 只见的这世界便是掀起滔天骇浪 风卷残云节 铺天盖地的精纯灵力在此时犹如潮水一般对着牧尘灌注而去 本座所留的力量 你能接受几分 就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以及能力了 磅礴如大海般的灵力 突然在此时自白龙灵珠内涌出来 远远不断地对着牧尘体内灌注而去 那种充沛质感 瞬间让牧尘感觉到一种发胀 这白龙灵珠内的灵力太磅礴了 完全吸收不过来啊 牧尘心头暗感震动 接着他身形急忙略处 落到最近的一座引雷台上 迅速催动引雷台 然后天机之上便是有着雷云凝聚 不过 这次的雷云比起之前显然是温柔了许多 当然 这种温柔也只是相对而言 至雷云第七层的雷亭之力极端的雄厚 就算是化天井出气势力的人都无法承受 若非牧尘也是有着一些手段 他也根本就没资格进入到这里 漆黑如墨般的雷云在牧尘上空凝聚 然后那雷云便是降落下来 扑打在牧尘的身体上 带来一道道红色印子 同时 雷亭之力也是顺着牧尘周身毛孔 源源不断涌入其身体内 而在这些雷亭之力涌入牧尘体内时 顿时与那些来自白龙灵珠的磅礴灵力相撞在了一起 这强强怼碰顿时爆发出惊人的反应 这雷云的雷亭之力本就拥有着淬炼灵力之功效 因此 当那些来自白龙灵珠的磅礴灵力与之相碰时 那一道道灵力顿时开始缓慢地缩水 而随着那些灵力的缩水 它们的颜色则是愈发地深邃与凝裂 甚至犹如实质一般 而有了雷亭之力的淬炼相助 牧尘也是缓了一口气 接着急忙运转大幅突厥 将那一道道凝炼之后的灵力不断地炼化 然后灌注进入气海之中 被盘坐在其中的小小神坡一口吸入 这种修炼 比起平日的正常修炼 不知道快捷上多少倍 而且最关键的是 那来自白龙灵珠内的灵力 精彻而无意识 毫不抵御牧尘的炼化 这更是让得这种修炼 犹如水稻曲成般的顺利 气海之中 小小的神坡周身荡漾着光滑 源源不断的灵力涌入气海 被它尽数地吞纳 而随着它这般疯狂地吞纳 它的体型也是在一种缓慢的速度 缓缓地增大 尤其体内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 也是越来越强横 白龙灵珠散发出来的光芒 越来越强 最后几乎是在牧尘的身体 笼罩而进 而在牧尘头顶上 黑色雷雨也是不断地蠕动着 温润的雷雨 扑天盖地地降落下来 那些雷霆之力 也是源源不断地 对着牧尘体内灌注而进 催炼着那来自白龙灵珠的灵力 牧尘紧闭双目 神色宁定 他仅仅只是催动着大浮屠绝 不断地炼化 然后便是再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 现在的他 只需要尽可能地接受 那来自白龙灵珠内的力量就可 只不过 他也是同样留了一些谨慎 这种实力的提升 虽然迅猛 但也应该有着一个度 若是一下子蹦得太快 导致灵力虚浮 甚至将会导致根基失衡 那样对于日后而言 却并非什么好消息 不过现在 这一切都还在牧尘的掌控之中 这种修炼已是进入了正轨 而时间便是在这种安静的修炼下 一日日的流逝 转眼便是五日时间过去 这雷雨地七层空间相当的辽阔 地广人稀 毕竟能够进入到这一层的人还是少数 再加上 牧尘选择地方颇为偏僻 因此这五日时间以来 倒是并没有任何人来干扰到他的修炼 而在这五日中 那牧尘体内散发而出的灵力波动 也是达到了一种相当强悍的程度 雷雨扑天盖地地落下 在那下方一座光秃秃的山巅上 一道消瘦的身影盘坐在引雷台中 任由那些夹杂着雷霆之力的雷雨 扑打自他的身体上 他的衣衫 已是在这五日内被雷雨红成粉末 皮肤之上呈现淡淡的银芒 那是因为雷霆之力不断淬炼的缘故 在其双掌间 白龙灵珠缓慢地旋转着 一波波精准无比的灵力 远远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 仿佛永无止境 不过 牧尘却并没有接受这种 仿佛无止境般的灌束 他的双目在此时突然缓缓地睁开 而随着其双目睁开 在其黑色的毛子中 顿时有着雷光涌现 那雷光 犹如是形成了雷霆 自其眼中宝射而出 一股相当强大的灵力波动 在此时自牧尘体内扩散出来 将引雷台周遭的地面上的一些岩石 都是生生地震飞而去 在那种灵力波动之下 就连原本倾斜而来的雷雨 都被阻挡在了牧尘周身半掌之外 十数息后 方才再度穿透 落了下来 牧尘长长地吐出一团 带着些许雷光的白气 眼神渐渐地归于瓶颈 接着心神一动 便是见到了气海之中的变化 如今的神坡 已是膨胀了整整一圈 周身不断地有着灵力光芒荡漾 神坡之内 弥漫着格外强大的灵力波动 那种波动 比起以往足足强悍了数倍 那远远地超越了荣天井后期 不过距化天井又还有着一点距离 准化天井 牧尘的唇角掀起一抹满意的笑容 这一次 他的实力无疑是有着飞跃般的提升 直接是从荣天井中期 提升到了准化天井层次 这中间 直接是越过了荣天井后期 准化天井 牧尘双掌紧握 心神一动 只见得那燃烧着黑炎的幽黑灵力 便是犹如汹涌的波涛一般 陡然吸卷而出 远远看来 犹如一道巨大的黑色狼烟 直宠云霄 连那漫天雷雨 都是无法将其撼动 现在的他 比起突破之前强了太多 牧尘低头 望着手中的白龙灵珠 后者在此时已是暗待了许多 那其中荡漾的白雾 也是不复以往那般明亮 不过其中的灵力 依旧没有被消耗殆尽 显然 这也与牧尘的自我控制有关 他并没有鲁莽地 将那些 由白龙至尊留下的力量 全部地吸收 虽然那样的话 他必然能够突破到化天井 但同样的 那也会对他的修炼根基 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牧尘并不是一个 为了眼前的小力 就放弃日后前途的短视之人 他握着白龙灵珠 心神一动 便是再度进入到那白茫茫的世界中 那里 他见到了盘足在白雾形成的白龙之上的白龙至尊 后者的体型 也是在此时淡化了许多 难得 白龙至尊见到牧尘 却是微微一笑 说了一句让人有些不太明白的话语 牧尘同样是一争 白龙至尊所说的难得 显然不可能是指 他从容天井中期 跳跃到转化天井 毕竟就算是一个蠢货 获得了这般机缘 实力暴涨的化天井 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他这样的进度 已经算是比较浪费的那种了 我所遗留下来的灵力 虽说不再具备意识 不过总归是我所修炼而来 管住进入人体 即便能够被人轻易吸收 但与自身所修炼而来的灵力 总会有着一点差异 这种差异极其微小 或许可以视而不见 不过修炼之道 苛刻异常 一点微小 或许便将会成为以后的障碍 你能抵挡住 这种实力暴涨带来的诱惑 实在很难得 白龙至尊脸庞上的笑容 变得柔和了一些 牧尘的这番作为 的确是让得他有些高看 牧尘被他这般夸奖 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前辈给我讲了 这世界上 只有自己修炼而来的东西 才是最可靠的 这般机缘 我已经很满足了 再奢望的话 恐怕这机缘 就有些承受不了了 这些年来 牧尘修炼稳扎稳大 根基格外的坚实 白龙至尊遗留的力量 虽然诱人 但可值不得 他付出损坏根基为代价 至尊虽强 但终有一日 牧尘相信 他必然也能达到这般层次 甚至将其超越 白龙至尊 微微点头 眼中掠过一抹心声之色 接着他拍拍坐下白龙 我这道意识 也存在不了多久了 这白龙灵珠内残留的力量 可以留于你以后去用 另外 若是以后遇见强敌 可以引爆这白龙灵珠 我想 就算是遇见了 通天境实力的强者 你也能够全身而退 多谢前辈 只是见你与寻常人 不一般而已 我这道意识 凭借着白龙灵珠内的灵力维持 你如果之前一道 全部吸收了 现在也听不见我这些话 我这剩下的东西 你就没什么缘分了 牧尘一争 剩下的东西 白龙至尊笑了笑 手掌轻拍坐下白龙 那白龙便是飞快地缩小 然后化为一卷 仿佛龙林所化的卷轴 在那卷轴之上 有着古老的字迹鸣刻 牧尘视线看去 那犹如龙藤般的古老蚊子 便是印入了他的眼中 龙藤树 牧尘望着那龙林卷轴上的 古老字迹 接着舔了舔嘴 虽然他不知道这龙藤树是何种神诀 不过能够被一位至尊拿出来 岂会是简单之物 这卷龙藤树 是本座当年侥幸获得的一卷残片 后来我将其有所完善 不过虽是残片 但这龙藤树却是数为不凡 白龙之尊淡淡一笑 他抚摸着那龙林般的卷轴 然后将其递向牧尘 因为是残片 所以我并没有给他列出等级 不过当年我被三大至尊强者围攻时 便是凭借着这龙藤树全身而退 牧尘心中微镇 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惊涩 三位至尊级别的强者围攻 会是什么样的阵仗 他们有太过清楚的概念 但想来那必然会是一种 真正的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可白龙至尊能够全身而退 足以看出这龙藤树的厉害之处 这龙藤树准确来说 应该是一卷神法类型的神诀 他或许无法赋予你 太过强大的攻击性 但却能够让你保全性命 牧尘微微点头 眼中满是欣喜之色 其实现在他的攻击手段不少 死神行修精 卑力莫测 直到现在都未曾参透 但在身法上 却是有些见拙 这一点 在那白龙之秋中 与那灰衣老者交手时 便显露了出来 后者的身法比他精妙 因此将他逼得颇为的狼狈 而眼下 这龙藤树却是一卷 强大的身法身军 这刚好能够弥补 牧尘显在的短板 白龙至尊见到牧尘 接过卷轴 也是站起身来 这龙藤树 身傲异常 难以残悟 我这道意识即将湮灭 便在消散之前 再助你一力 好好看着我的步伐 我为你施展一次 这龙藤树的奥妙 白龙至尊一声低河 身形已是出现在 这片白茫茫世界的天空上 他步伐踏出 步伐奇异 犹如脚踏星辰 令人无可捉摸 龙藤回道 那般步伐 仿佛踏在无形的音波之上 牧尘眼睛思思地 盯着白龙至尊那奇异步伐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能勉强跟上 但很快的 便是模糊起来 不知何时 白龙至尊的身影已是消失 那模糊的影子 仿佛是化为了一条巨龙 巨龙生腾 摇摆之间 连空间都是被其穿透 那般速度 犹如千里一顺 悠长的龙银声 回荡在这片空间之中 白光闪烁间 白龙至尊再度现身 他此时的身体 已是淡化了许多 他低头望着牧尘 后者黑眸没有焦距 其中犹如是有着 道道光芒闪过 看上去犹如龙藤之影 牧尘眼中 闪烁的龙藤之影 再持续了足足半个小时后 终于是逐渐的淡化 那黑色毛子 则是再度恢复焦距 变得有神而灵动起来 多谢前辈 关于我参加那个喜马拉雅 这个年度的最喜爱的主播的比赛 今天是最后一天 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没有发语 让大家给我投一下票 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关注这个喜马拉雅的微信公众平台 里面有一个活动 是投票活动 大家可以点开投我一票 看能不能保证在第前十名 我是第74号 投投院 74号 投投院 大家如果实在不明白 可以加我的微信号 5292580 我的朋友圈第一条 就是一个投票连接 感谢各位 也是最后一天了 希望努力一下吧 因为跟第十一名差距不大 就差了几百票 我的微信号是5292580 如果会投票的 好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投一下 不会投票的 可以加我的微信 5292580 感谢各位 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投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牧尘望着面前身形虚幻 犹如即将消散的白龙至尊 抱全成声说道 这般神觉 修炼起来都是相当的困难 如果没有白龙至尊 这种传承演练 就算他天赋再高 也是得花费不小的功夫 但眼下 白龙至尊 却是给他引上道路 修炼难度大为的降低 难得遇见一个对眼的人 将这些留给你 也是能够了却一切心愿 白龙至尊淡淡一笑 他本就是一道残留意识 借助着白龙灵珠内的灵力残存 但毕竟不再是真正的存在 前辈大恩 晚辈不敢忘 若是有什么需要晚辈能做的 还请前辈吩咐 牧尘郑重地说道 他素来恩怨分明 今日受了白龙至尊情力之助 自然也是记得这道情分 听到牧尘的话 白龙至尊也是微微一争 接着那眼神有些茫然起来 无知心愿 只是想要再回故土而已 他那茫然的眼神 突然在此时一点点的凝聚起来 竟是出奇地认真 甚至肃穆地盯着牧尘 他沉默了半声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只要晚辈有做到的能力 定然不会 好 没想到在我陨落后 还能遇见这般少年 你是叫做牧尘吧 是 好吧 牧尘 我有一道心愿 也给你一道造化 但能否有能力把握住 全看你以后成就 白龙至尊一笑 手掌一握 只见的一道白龙光纹 在其掌心成形 然后闪电般地掠进牧尘的体内 牧尘微惊 但却并不慌乱 只是疑惑地看向白龙至尊 我的心愿 希望你有朝一日 能够去亡我所在的那片未灭 驱逐占据五知故土的那些 玉外血血族 若你能办到 到时我定当送你一场天大造化 相信我 这道造化 会让你成为真正的超级强者 牧尘目瞪口呆 让他去驱逐那些可怕的玉外血灵族 那可是直接抹杀了一个 未灭的 亿万生灵的可怕协足呀 就算是他成为了至尊 也没办法办到这种事吧 除非他也是犹如那炎帝 无阻等诸多超级强者一般 成为一方剧情 不然如何能够攻伐一个未灭 怎么 没细心吗 前辈与我有恩情 理应相报 虽然这任务对于现在的我而言 无疑是天方夜谈 不过我可以保证 如果有朝一日 我真的具备那种力量的话 一定前往前辈所在的未灭 驱逐协足 好 白龙至尊 那一直都没太多波澜的眼眸 终于是犯起了一些激动 他不知道 今日的所作所为 究竟能否让一颗种子 成为参天大树 但不论如何 终归是一丝希望 我留在你体内的那道白龙光纹 在你以后实力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会告诉你 我故土未面所在之地 等你将承诺完成 他也会告诉你 那场大造化 是什么 不过如果你无法做到的话 也不用强求 我知道这般任务 有着多么的可怕 我记得了 牧尘重重点头 如果以后他真的有能力 做到那一步的话 那么白龙至尊的那片故土未灭 他定然会去 而到时候 会将那些充斥着凶残与毁灭气息的所谓 与外邪阻 驱逐出去 让那未灭再度焕发生机 白龙至尊 和和一笑 双目缓缓地闭上 真是希望 能够见到那一天呢 他的身形 渐渐地淡化 直到最后 彻彻底底地消失而去 牧尘对着他所消失的地方 弯身一拜 接着心身一动 也是自这白茫茫的世界中 退了出去 闪风至上 牧尘紧逼得双目睁开 他望着手中内 暗淡了许多的白龙灵珠 郑重地轻声说道 白龙前辈请放心 如果以后的我 真有能力做到那一步的话 我必须攻凡那片未灭 驱逐那些污染之物 白龙灵珠 似是听见了他的地狱 也是微微绽放着光芒 牧尘抚摸着白龙灵珠 然后将其收起 站起身来 身体微震 浑身的骨骼 都是在此时 荡漾着晶莹的光芒 霹雳啪啦的骨骼 催响声 犹如鞭炮般的响起 而伴随着那种声音响起 牧尘便是感觉到 体内的力量在节节攀升 这是强大的力量呀 牧尘双掌紧握 感受着体内那种 澎湃的力量之感 忍不住地咧嘴一笑 现在的他 比起半个月之前 无疑是强悍了太多 如今的他 即便是不认凭任何的手段 都足以正面碾压 任何华天井初期的对手 甚至连华天井中期 都可抗衡 而若是在催动 诸多手段的话 想来曾经会让他感到 棘手的华天井后期 也难以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 不知道此时 如果再与李玄通交手 又会如何 牧尘自语 黑色毛子中 倒是有着一些战意凝聚 当初与李玄通交手 他费尽手段 方才接下对方三招 但如今若再交手 牧尘有着自信 李玄通也不会再那么轻松了 此次进入雷狱 修炼所取得的进步 超出了牧尘的预料 喂 这第七层的雷霆之力 凝联雷灵珠太慢了 我们去后面三层吧 我要炼制足够的雷灵珠 九幽雀的声音 突然在牧尘心中响起 这些天 你炼制了多少 牧尘问他 在他修炼的时候 九幽雀似乎也没有闲着 才两千克 九幽雀有些不满 两千克 那就是四十万灵芝了 这种炼制速度已经很快 不过 这具两百五十万的灵芝 依旧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那就去 闯闯后面三层 牧尘是想看向第七层深处 随着他如今实力的暴涨 这雷玉第七层显然也无法阻拦他 他倒是要来试试 那雷玉最后三层究竟有多么的难以闯进 牧尘笑着 心头有着豪气勇气 接着他一步跨出 步伐玄妙 有着龙吟响起 他的身影仿佛腾龙摆动 一个闪烁便是出现在了千丈之外 那等速度比起以往快了不止一个档次 虽说现在的牧尘还并未彻底将龙腾鼠修炼成功 但那出窥门境也以远超以往的身法以及速度 龙吟阵阵 而牧尘的身影则是迅速地消失在那天际之边 辽阔的雷玉第七层 低沉龙吟幽远响起 一团光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掠过天际 光影犹如龙腾 摆动之间连空间都是被其穿梭而过 一闪之下就出现到了天际之边 速度惊人 在那沿途之中偶尔有着视线注意到那道光影 但还不带他们回过神来 那道光影也是出现在了天际之边 那般速度看得他们有些目瞪口袋 而这道人影自然便是牧尘 此时的他心中同样是充满了惊喜 因为这龙腾鼠的速度远远地超越了他的预料 这种速度比起他之前全力之下足足快上数倍 拥有了这等逃命审法 以后就算是遇见不可力敌的对手 他也是能够全身而退 有了这腾龙鼠 他的安全显然是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以这般速度 不过短短十分钟的时间 牧尘便是穿越了这雷域第七层 然后抵达了第七层最深处 这里有着通往第八层的屏障 光阴续续地散去 牧尘显出身来 目光凝重地看向前方 那里并不是什么雷霆光幕 而是一道巨大无比的雷霆河流悬浮 滔滔的雷霆河水远远不断地倾泻下来 犹如一片水墓将这第七层通往第八层的通道封锁 这就是第八层的屏障吗 牧尘望着那不断倾泻下来的雷河 喃喃自语 他事先对着四周扫了扫 这方圆百里内 他能够感觉到一些灵力波动 那些灵力波动沉寂而强横 显然都是在此苦修的学员 不过在牧尘察觉到他们的时候 那些人显然也是发现了他 但都没有现身 只是在暗中注视着他 能够在这里的学员放进北苍立院内 已经能够算作最顶尖的那一处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等 牧尘倒并未太过地在意他们 他只是盯着那雷河水墓 眉头微皱 那种雷河里面蕴含的雷霆之力 太过地可怕 如果被冲刷中的话 就算是画天境中气实力的人 都有些难以承受 看这模样 如果硬闯的话恐怕很难 牧尘盯着那倾斜的雷河 面露沉吟之色 半晒后 他双目突然微微一眯 他发现 那些倾斜下来的雷河 虽然密集 但却依旧有机可需 如果能够在雷河倾斜的那一瞬 穿过那渺小的空隙 那么倒是极有可能穿过这层雷河屏障 这需要对速度有着极其严苛的眼球 如果是之前的牧尘 恐怕只能往而星探 但现在却是不一样 拥有了龙藤树的他 倒是能够事上一事 牧尘并没有多少犹豫 他身形移动 亦是再度踏着奇异步伐略处 光影相随 犹如龙藤之影 他的身影 直接是在那暗中不守精益目光中 一头冲进了那铺天盖地 倾斜下来的雷河屏障之中 牧尘全身关注 他脚掌朝前一踏 运转龙藤树 积略而出 牧尘的身形穿向一片雷河水墓 但其身体却是忍不住的一僵 虽然他速度一是不慢 但想要从那水墓中穿过那小小的空隙 又弹何容易 当即便是被雷河拍打在身体上 狂暴而沉重的力量 直接将他振腿而去 喉咙都是微微一甜 好厉害的雷河屏障 牧尘咽下鲜血 眼中略过凝重之色 如果是突破之前的他 来尝试穿越这雷河屏障的话 恐怕光这一下就足够他好受了 那些暗处注视着这里的目光 都是暗暗摇头 看来又是一个 试图穿过这雷河屏障的人 不过看这模样 依旧是得无功而返 如今的北苍林院 能够进入第八层的学院 只有两人 沈苍生 以及李玄通 除了这两位外 其余所有学院 都是停留在这第七层 虽然他们也是在不断地冲刺 但却没有一人能够成功 虽说他们在之前 也是因为牧尘的速度惊艳了一下 不过显然 这依旧还不够资格 穿过这雷河屏障 而对于他们的想法 牧尘并不知道 他只是眼神紧紧地 望着那不断倾斜下来的雷河水墓 接着他深吸一口气 眼神逐渐地变得平静下来 周身的灵力波动 也是一点点的平和 牧尘的心境变得格外的宁定 外界的干扰被他逐渐地屏蔽 眼中 唯有着那扑天改地垂落下来的雷亭河流 黑色眸子中再度有着光影浮现 仿佛是龙腾之影 之前白龙至尊所施展的那些奇异步伐 一遍遍地在牧尘眼中浮现着 牧尘立在雷亭水墓之前 足足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内 他身影闻死不动 而见到他这般行径 那些暗处的目光 也是感到有些奇怪 这家伙 还不肯放弃吗 而在他们疑惑间 牧尘的双目 静视在此时缓缓地闭上 接着他脚步抬起 光影在其周身强行 犹如腾龙之影 低沉龙吟响彻开来 而就在龙吟响彻而起的瞬息 牧尘脚步猛然落下 犹如踏在音波之上 他的身形 竟是化为道道残影 暴力而出 身影掠过雷霆河流 猛然被冲中 不过这次却并未被震飞 那道身影一点点虚幻 竟是一道残影 他闯进去了 这百里之内 一些引雷台上 突然有人猛地站起身来 眼神震动 所有的注意 都是汇聚向那雷霆水墓之中 那里一道道残影不断地消散 但却并未有人被弹射出来 隐约的 仿佛是见到一道光影 伴随着龙吟声 穿过了那恐怖的雷霆河流 竟然 真的闯过去了 你究竟是谁呀 有人 惊讶地虎 这么久了 终于有第三人 也进入到了雷霆第八层了吗 而就在牧尘穿过那雷霆河流时 那北层林院雷霆之外 也是因此引发了极大的动静 在那庞大的石台上 雷雨杯突然闪烁起了耀眼的光滑 无数学员被其吸引 那一道道惊恶的目光顺着望去 雷雨杯可很久没有出现这种异象了 一般说来 只有这雷雨杯有这重大变化时 方才会有这一异象啊 众多疑惑目光投射而去 再然后他们便是见到 那石碑之上光芒涌动 一团荧光 一种惊人的速度直冲而上 然后直接超越了苏轩 鹤妖等人 然后停在了石碑前方的第三的位置 牧尘 雷雨第八层 震动之声 犹如浪潮一般 陡然的席卷开来 直接是引发了巨大的骚动 无数人目瞪口呆 居然是牧尘 那个新生牧尘嘛 他怎么会这么厉害 那雷雨第八层 就连鹤妖他们都冲不进去 他怎么可能进入 不知道 但雷雨杯可不会作假 既然显示了出来 那牧尘必然是进入了第八层 这也太恐怖了呀 他怎么做到的 雷雨之外 一片骚动 无数人面面相觑 都是看出对方眼中的难以置信 虽说如今的牧尘 在北苍林院已算是名人 但不论如何 他毕竟没有真正正统地表现过什么 与李玄通的交手 只是三招之约 之前 上妖门总部 那也是因为事先布置好了灵阵 而且鹤妖显然有所留守 并不想因为牧尘而暴露实力 所以 这些事情 虽然能够增长牧尘的名气 但却并不能让他真正地超越鹤妖之流 但眼下 这雷雨杯上面的动静 却是让人终于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这个榜单 或许没有天榜来得那么直接 但也是一个分量不清的榜 从这里 能够看出一些血缘所隐藏的实力 而牧尘却是能够成功冲刺进入那雷雨第八层 这岂不是说 已经超越了鹤妖等人 追赶上李玄通了吗 这新生 也太厉害了吧 雷雨杯上的变动 很快地便是传遍开来 更是引发了不少的难以置信 妖门 因为总部尚在搭建 如今的妖门临时总部 倒是变得简易了许多 那河妖坐在守卫 面无表情地听着来人的汇报 牧尘进入雷雨第八层啊 怎么可能啊 一旁的尘后惊呼出声 满脸的不敢相信 和妖神色倒是没有太大的波动 只是那瞳孔有些凝聚 他端着茶杯 扳上后 方才放下 虽然雷雨第八层的确不好进入 不过使用一些手段 总能取巧偷进 没什么好惊讶的 对 只是老大不满意 不过人要进入那第八层 也没什么难度 贺妖胆胆一笑 眼神之中有着阴寒 在凝聚起来 放心吧 现在先让他得意一下 狩猎战上 他蹦得再高 我都能把他给压下去 在北苍林院内的一座山峰上 李玄通望着手中的一张波纸上 有关雷雨碑上的消息 双目 也是微微虚密 玄机 屈指一弹 将那波纸 弹成粉末 牧尘 似乎变强了很多 不过若是在狩猎战上 再遇见的话 可就不会再有什么三招之约了 希望到时候 你不会让我失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雷雨第八层 在那雷河屏障之后 一道仿佛携带着龙银的光影 快若鬼魅般地掠出 然后 出现在了天空上 光芒散去 牧尘也是忍不住 重重地吐出一团气来 眼中满是凝重之色 这雷河屏障的确厉害 那种冲刷 太过恐怖了 不过索性 他得到了龙腾术 这等玄奥神法 再加上 当初尚在北陵院时 他在末世的指导下 也经历过类似的修炼 虽说这种雷河冲刷 比起那里的瀑布恐怖无数倍 但这确实让得牧尘 有了一些经验 故而方才能够凭借着速度 冲破雷霆屏障 不知道 那沈苍生以及李玄通 是凭借着速度进来的 还是生生硬闯 牧尘自语 他这办法 看似有些取巧 但也是速度强横的体现 而速度 显然也是实力的一种 牧尘摇摇头 而后 台幕妄想 这在北苍林院中 只有这极其优秀的学员 方才能够进入的 雷雨第八层 这片空间 出乎牧尘意料的 并没有丝毫的昏暗 天空上 也没有丝毫黑压压的 雷云汇聚 反而看上去 晴空万里 蔚蓝清澈 整个空间 都是显得安静平和 牧尘有些错愕地望着这一幕 显然是没料到 这第八层会如此的平静 怎么会没有雷雨 牧尘皱眉 他在这天地间 也没有感受过 太过强横的雷霆之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往左边飞摆里 九幽雀沉吟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的感知虽然比牧尘要强横一些 在那个方向 他察觉到了一些波动 牧尘点点头 身形移动 直接对着那个方向暴力而出 数分钟间 他的身形则是缓缓地停下 目瞪口袋地望着前方 那里 是一片辽阔的平原 平原之上 有着一条数百丈庞大的河流 蜿蜒流动 这河流之中 并不是普通的河水 而是呈现银色的雷浆 而且这雷浆河流 也并未着地 而是在距离地面 上游丈许距离时 便是悬浮着 一点点的蠕动 以一种缓慢的速度 对着远处游去 这看上去 就犹如是一条银色的巨龙 在蠕动一般 牧尘忍不住地 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第八层 竟然恐怖到这种程度 雷霆之力 已经凝聚成了雷浆 凝聚成河 在那第七层 牧尘吸引了十数天的雷云 方才让那里的雷霆之力 汇聚成一条小河 但那规模远不如此 而且很显然 这第八层中的雷浆河流 不止这么一条 不愧是雷第八层啊 牧尘感叹了一声 难怪进入这第八层的条件 如此苛刻 毕竟如果实力不够 近来了 也难以取到多大的修炼效果 我们也开始炼制天雷珠吧 牧尘在心中说道 炼制天雷珠这种事情 显然只能交给九幽雀来说 不然以他的这些实力 要炼制出 价值两百多万灵芝的天雷珠 那得炼制到什么时候 好 由我来出手 九幽雀倒是跃跃欲试 牧尘花音刚落 便是有着黑炎 从其体内冲出 在其肩膀处 化为一头燃烧着黑炎的小雀 九幽雀嘴一张 顿时黑炎滚滚席卷而出 直接是在那雷江河流上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炎龙卷风暴 风暴席卷一头连接着雷江河流搅动起来 平均的雷江河流在此时暴动 狂暴无匹的雷霆之力 犹如一道道电流 疯狂地对着那黑炎风暴之内涌去 低沉的雷鸣之声响彻起来 黑炎席卷 直接是一种惊人的手段 将那些雷霆之力迅速的凝裂 一颗颗凝聚成了精纯雷霆之力的天雷珠 便是开始成形 牧尘仰头望着这壮观的一幕 也是忍不住的咋咋嘴 接着直接是在一旁盘坐下来 看这家事 九幽雷炼制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不过好在并没有多少血缘 能够进入这雷狱第八层 所以他也不用担心 会被谁惊扰察觉 接下来他所做的事 就只需要等待九幽雷收工即可 不过 有些事情 似乎并没有牧尘所想的那么简单 就在九幽雀施展能力 大批的炼制天雷子时 在那雷雨的最深处 却是有些动静因此而起 这是一片异常昏暗的空间 在那空间之中 有着一颗巨大无比的黑色雷日悬孔 无数道黑色的岩浆河流 从中倾斜下来 犹如巨龙奔腾 雷霆狂暴 而在那黑色雷日下方的黑暗中 似乎是有着什么东西 缓缓地睁开眼睛 那是一只无比巨大的眼睛 黑色的雷浆落到上面 直接是被那巨大的眼睛 给吸收而去 这种波抖是九幽火吗 九幽雀一族怎么来到了这里 黑暗中仿佛是有着泥南声 悄然的响起 牧尘注视着雷浆河流上方的巨大动静 忍不住地伸了一个懒腰 九幽雀已经炼制了云末半个小时了 不过显然 宁炼出来的天雷珠依旧还不够 看来 就算让九幽雀出手 想要宁炼出价值两百万的天雷珠 也是需要数天的时间才行 牧尘无奈地摇摇头 然后就打算也是闭目修炼 而就在牧尘准备进入修炼状态时 他突然察觉到一点异状 当即有些疑惑地转过头 在你后方不远处的一座巨岩上 似乎是有着一道人影 人影 牧尘悚然一惊 猛地起身 有些骇然地看向那里 这才清楚地见到 在那岩石上 攀坐着一名身着破烂黑袍的秃头老人 老人看上去骨瘦如柴 浑浊的眼睛昏昏沉沉 看上去犹如要躺进棺材一般 而此时 这位秃头老人正抱着一根拐杖 愣愣地将牧尘给盯着 牧尘被眼前这诡异一幕 搞得有点头皮发麻 这老人似乎坐在这里很久了 但他却是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察觉 这得什么实力才能办到啊 九幽雀也是察觉到不对劲 积极地收了那盘旋在雷江河流上方的黑炎风暴 在那风暴中一道银色红流略来 在那其中 有着众多的天雷珠 正是九幽雀辛苦半天所炼制 不过 就在那些天雷珠要被九幽雀收走时 只见的那秃顶老人突然一招手 那些天雷珠瞬间脱离了九幽雀的控制 盘旋在了后者周身 牧尘与九幽雀眼神都是一变 九幽雀暗暗咬牙 但却并未莽撞地出手 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诡异的秃头老人 非常的恐怖 小心点 这老人很厉害 九幽雀凝重无比的声音 在牧尘心中响起 牧尘苦笑 这不废话吗 人家随便一手就震住了他们 哪还能简单 这位老人家 牧尘硬着头皮抱拳弓声 雷鱼是用来磨练自身 你借助九幽雀的力量 凝练天雷珠可算是反规了 秃头老人抬了抬浑浊的眼睛 牧尘脸一红 无可辩解 这种方式的确是有点类似作弊 九幽雀所画的黑色小雀 站在牧尘肩膀上 那眼瞳中闪烁起光芒 小小的身躯上有着一些黑炎声疼 随时打算一有不对 就带着牧尘逃离 你这刚刚成年的小九幽 就不要在老夫面前刷手段了 换作你们九幽雀一族之中的那些老怪还差不多 秃头老人盯着九幽雀 似是笑了一下 九幽雀的眼神微变 不过 你倒是让我有些好奇 以你们九幽雀一族的骄傲 竟然会与人类 地结血脉连接 而且还是这么弱小的人类 这若是被你们族内的老怪知道了 怕是由你苦头吃 秃头老人看了九幽雀与牧尘一眼 慢吞吞的声音 给人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 不过那说出来的话 确实让得牧尘与九幽雀 头皮发麻 这秃头老人竟然直接一眼就看出了 他与九幽雀之间的关系 这得多可怕的眼力 牧尘也是苦笑一声 千伯 此次的事是我们不对 我们就不再宁敛天理主了 就此离开 怎么样 从这秃头老人的语气来看 他应该是北苍林院的大任务 所以身为北苍林院学员的牧尘 倒也并不担心会有什么性命危险 说着 他便是悄悄地退后脚步 如果秃头老人没说什么的话 他就赶紧离开这里 看着小九幽的模样 应该是进化失败了吧 现在他很想要北明龙坤的惊血 借其之力 冲击神兽之猎吧 你们在这里大肆地炼制铁雷珠 是想去换灵质购买吧 而就在牧尘退后见 那秃头老人终于是慢慢地说道 牧尘哭笑 似乎什么都瞒不过这老头 想要足够的铁雷珠吗 秃头老人笑了一下 饶有兴致地看着牧尘 牧尘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难得遇见一个稍微有点兴趣的小辈 秃头老人将手中的拐杖放在膝上 浑浊的眼睛盯着牧尘 接老夫这分身一道攻击 接下来 老夫不仅将这些天雷珠还给你们 还任由你们在这里凝练足够的天雷珠 另外老夫还能给你这小家伙 一点奖励 怎么样 这几年来 你们这些被苍脸野的小家伙们 能够接下老夫这分身一道攻击 并且拿走奖励的 可就仅有两个人 两人 是沈苍生与李玄通吗 这两个小家伙 到底确是有些天赋 不过 你能够凭借着转化天经的实力 就进入这第八层 也是让老夫诧异得很呢 怎么样 牧尘微微沉默 片刻后 双掌猛然紧握 黑色毛子中有着灵力涌动 既然沈苍生与李玄通能够办到 他就不信 他会落后多少 好 我答应了 答应了 身着破烂黑袍的兔兔老人 浑浊的眼睛盯着牧尘 嗯 虽然危险 但前辈总不至于把我一招给杀了吧 被杀倒是不会 挺多 躺几个月而已 兔兔老人伸出枯手的手掌摸了摸光兔兔的脑袋 沙哑地笑了一声 牧尘笑容微僵 接着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 既然都阴了 就算是真的刀山火海 也得闯上一场 你行不行啊 九幽却偷偷地问了一句 那眼神 有着一些担忧之色 试试吧 牧尘也没太大的把握 眼前这神秘的兔兔老人 绝对是他见过最恐怖的人 甚至 恐怕比白龙至尊还要强横 待会儿 我也偷偷出手帮你 九幽却在牧尘的信中说道 毕竟牧尘是为了帮他炼制天蕾珠 方才遭遇了这事 牧尘闻言 还未说话 那偷偷老人便是沙哑一笑 苦手的手掌一挥 便是有着一道光红略处 直接是将九幽却笼罩而进 任由他如何挣扎 都是无法摆脱 小九幽 你还是先在一旁看着吧 兔兔老人笑眯眯地说道 九幽却挣扎一番无果 只能恶狠狠地盯着兔兔老人 他出了什么事 我可不会放过你 现在打不过你 以后总能超过你 小九幽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即便你进化成功 进入神兽之列 依旧只能勉强 算作登堂入室而已 还谈不上真正的成器 你准备好了吗 话音落下 兔兔老人看向牧尘 牧尘深吸一口气 身形移动 直接抱退 然后悬浮在天际之上 千辈请刺脚 凶混灵力自其体内荡漾而出 幽黑灵力燃烧着黑眼 犹如一股黑色的狼烟 直冲云霄 百里之内 皆是能够清晰可见 融合了九幽火的灵力嘛 兔兔老人盯着牧尘周身 那燃烧着黑眼的灵力 眼中也是略过一丝诧异 他袖袍一挥 那干枯的手掌猛然叹出 轻轻忧 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之事 在此时 陡然自其体内包拥而出 在那种气势下 仿佛连着天地都是颤抖 低鸣起来 那一条盘踞在这片平原上的 巨大雷江河流 突然在此时奔腾而起 竟是被兔头老人 生生地捏起 然后犹如银龙一般 盘旋在其头顶上空 牧尘面色微变地望着这一幕 心中颇感震撼 那雷江河流之中 蕴含着极端恐怖的雷霆之力 足以碾压山岳 但如今 却是被这兔头老人 轻易地抓起 这等实力言语难说 兔头老人大手一挥 只见的那盘旋的雷江河流 顿时冲上天际 那轰隆隆的巨声 回荡在这片空间内 雷江奔腾 犹如雷龙 携带着无匹的气势 以一种无法抵御的气势 扑天改地地对着牧尘笼罩而下 牧尘抬起头 眼中带着一丝惊骇地 望着那暴冲而下的雷江河流 他能够察觉到 他此时周身的空间 仿佛都已被封锁 他根本就逃不开这恐怖的攻势 这兔头老人 显然并没有任何要留守的想法 牧尘紧咬着牙 双掌紧握 手臂上轻筋松动 旋即 他眼中也是狠色浮现 既然躲不了 那就拼吧 强横的灵力 在此时毫无保留地 自牧尘体内吸卷而出 他突然凌空盘坐 双手快弱闪电般地 变换出道道灰色印发 仿佛是有着古老的繁衣 钟银声在天空上传荡开来 黑光凝聚节 一座巨大的九级浮屠塔 突然闪现出来 将牧尘笼罩而进 牧尘的诸多手段中 九级浮屠塔的防御力 显然是最为的惊人 眼前要抵挡住 偷偷老人这种恐怖的攻击 也只能靠他来对敌了 这是 偷偷老人抬头 他凝视着那天空上的 巨大浮屠塔 那眉头却是微微地皱起来 浑浊的眼中掠过一点 思索之色 雷江河流没有因为 九级浮屠塔的出现 又丝毫地停滞 雷江奔永间 在下一瞬 已是以一种乌云压顶之事 狠狠地轰击在了那浮屠塔之上 面对着如此恐怖的冲击 那座浮屠塔 几乎是在顷刻间 举烈地颤抖起来 雷江冲刷而过 只见得那浮屠塔表面 竟是有着一道道细小的裂纹浮现而出 图头老人的这般公式 实在是太过可怕 在那九级浮屠塔的笼罩中 牧尘的面色 也是在此时飞快地涌上 一抹苍白之色 没想到 他最为强大的防御 在图头老人这一招之下 竟是如此的脆弱不堪 他抬起头 一道道光亮的缝隙 正在浮屠塔上蔓延 渗透着荧光的雷浆 一点点地低落下来 在这浮屠塔内 带起低沉的雷鸣之声 九级浮屠塔即将崩溃 而一旦九级浮屠塔崩溃的话 那么牧尘就将会彻底的暴露 以他的肉身 显然不可能扛得些 这么恐怖的冲击 就这样结束了吗 牧尘紧咬着嘴唇 星天在唇角散开 那黑色的毛子中 略过浓浓的布干 如果接不下这种攻击 那岂不是说 他比不上沈藏生与李玄通吗 若是连他们都比不上 他又凭什么和洛黎说 他会成为盖世强者 为他守护 九级浮屠塔层层崩溃 黑色的塔身不断地破裂 雷光穿过塔身 照耀在其中那道少年身体之上 后者在此时 显得异常的单薄 又是一层崩溃 少年却是猛地抬头 那黑色毛子中 充满着不服输的剑意 无可撼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他双掌紧握 眼中有着血丝盘盘 仿佛是有着一道充满着不甘的低沉咆哮 自其喉咙间 传荡出来 他的低沉咆哮 挥荡在破碎的九级浮屠塔内 那种不甘而坚毅的情绪 一波波地冲击着这座浮屠塔 咆哮相扯 浮屠塔突然微微地抖动起来 那犹如是一种共鸣一般 牧尘内充满不甘的咆哮 似也是激发了某些东西 浮屠塔内壁 有着一道道古老的光纹 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 那种光纹仿佛是古老的莲花 弥漫着苍茫之气 牧尘体内的大浮屠角 几乎是不受控制般地迅速运转 在其身体最深处 那一道道神秘的黑色光点 也是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种曾经被封印在他体内最深处的东西 仿佛也是在此时松动了一般 古老的声音回荡在九级浮屠塔内 牧尘的身影都是被黑光所笼罩 那原本破碎的九级浮屠塔 突然在此时爆发出了古老光芒 光芒浮现间 那浮屠塔破碎的地方竟然是一点点的被修复 兔兔老人微眯着眼睛 望着那在磅礴浆河流冲刷下 一种缓慢但却无可撼动的速度转动的浮屠塔 在那黑色的浮屠塔塔座出 似乎是有着一朵古老的黑色莲花浮现 莲花有九半 每一半仿佛都是多天地之造化 散发着无穷的玄妙 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爆发出了 那种古老的苍茫之影 这 秃头老人那干枯的面旁微微一抖 竟然是太古神塔 这小家伙难道是太古之族的人吗 可太古之族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秃头老人双目中精芒涌动 犹如看穿了那浮屠塔 在那里面目尘盘坐 他的浑身满是鲜血 那些鲜血蠕动着 竟是在其身体表面形成了一朵血帘光纹 那朵血帘同样有着酒瓣 真是有趣 如此纯正的太古噱头 他的父母究竟是何人 吐吐老人目光一闪 天际之上 那雷江洪流便是轰隆落下 再度悬浮在这片大地之上 而随着雷江洪流的冲刷而过 天空上 那巨大的浮屠塔也是波动起来 最后化为黑光 一点点的潇洒而去 而随着浮屠塔的散去 一道布满着鲜血的人影 顿时从天空坠落而下 吐吐老人见状 屈指一弹 一缕荧光射出 钻进了牧尘体内 接着他袖袍一挥 一股进风 直接是将昏迷中的牧尘 给抛进了那雷江河流之中 九游却见着顿时大变 那雷江河流中 蕴含着极端恐怖的雷霆之力 牧尘苏醒状态都不敢轻易进去 更何况现在昏迷之中 放心吧 老夫可不想他死了 说了给他一点奖励 自然是会应诺 吐吐老人淡淡一笑 接着他看向九游却 枯瘦的双指一握 一根犹如金铁般的灵雨 浮现出来 他屈指弹动间 那灵雨就射进了九游却体内 后者根本就没来得及查看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做什么 九游却惊怒不已 这吐吐老人太可恶了 老夫 毕竟与你九游却一族的 一位老妖怪有些情分 别也送你一点礼物好了 你继续炼制天雷珠 别去惊扰那小子 吐吐老人 却是没有解释什么东西 只是淡淡一笑 便是有些懒洋洋的 撑着拐杖站起身来 然后慢吞吞地 对着远处大地而去 他明明走得极满 但不过书步之下 却已出现在了天际之边 最后彻彻底底的消失不见 九游却望着他消失的地方 也只能暗暗咬牙 担忧地看了一眼 贝雷江河流包裹的牧尘 然后再度喷出漫天黑盐 炼化天雷珠 牧尘的意识飘荡在黑暗之中 浑浑沉沉仿佛永无止境 黑暗中似是有着什么黑盲涌动 然后在牧尘的身下成形 那似乎是一道模糊的窃影 他手掌轻轻地抚摸着牧尘的意识 而在他的那种轻柔抚摸下 一种无法言明的柔软质感 荡映在牧尘的心界 那种感觉就犹如娘亲的怀抱 温暖地令人无法挣脱 在那种温暖下 似乎有股气流在牧尘体内流过 将那一些创伤尽数地抚平 浑沉的意识涌上了一丝清醒 牧尘拼命地想要睁大眼睛 看清楚那道模糊而温暖的窃影 但却始终都难以看清楚 只是那种血脉相容的奇异感觉 让得他知道 那道温柔与窃影 与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在那幼时的梦中 便是那道窃影时时守护 娘 牧尘一时拼命地挣扎 接着猛地睁开双眼 手掌对着那影子抓过去 但却是抓了一个空 双目睁开 却是一片璀璨的荧光 牧尘还不但回过神来 便是忍不住地惨叫起来 狂暴的雷霆之力 犹如钢子一般 狠狠地刺在他的身体上 然后对着他体内蜂拥而去 这种雷霆之力太过地狂暴 蜂拥之下 直接是给牧尘造成了剧烈的疼痛 浑身肌肉都是有些抽搐 而在牧尘因此而有些失措见 他的体内突然有着淡淡的荧光绽放出来 而在那种荧光的照耀下 牧尘的身体犹如饥饿的人 见到了美食一般 竟然开始疯狂地吞噬着那些 涌来的雷霆之力 那种巨统顿时疯狂暴涨 牧尘死死地咬着牙 一抹血迹自嘴角渗透出来 他的心中莫名地多了一片不知来历的东西 那似乎是一片名为雷神体的神诀 是那兔兔老人留下的吗 牧尘心中闪过这道念头 玄机急忙按照那片神诀修炼起来 而在他运转那片神诀时 他也是见到 他的身体内部仿佛是在此时 变成了璀璨的银色 雷光闪烁见 他的整个身体 包括肌肉 内脏 经脉 骨骼 都是在不断地吞噬着那些 涌入体内的雷霆之力 而在这种狂猛的吞噬下 牧尘虽说体内依旧剧痛不已 但一种充盈的力量之感 也是在随之涌起 那种痛苦与舒畅肩并的感觉 古怪异常 牧尘并不知道 兔兔老人给他的所谓雷神体神诀有多强 但他却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 在那狂暴雷霆之力的寝室下 一点点地变得强横 这似乎是一片断体的神诀 这让得牧尘有些惊喜 在灵觉之中 断体灵觉相对而言颇为的罕见 而眼下这秃头老人所给的奖励 不是断体灵觉 而是断体神诀 一种能够吸收雷霆之力 垂断肉身的断体神诀 这老头下手虽然狠 不过倒是不小气 牧尘自言自语 接着他也不敢多分心 全心地修炼那一片断体神诀 而此番修炼直接便是持续了整整三铁世界 这三天内 牧尘的身体浸泡在雷江河流最深处 被那紧乎远远不断的雷霆之力 一次又一次地垂断着 而且 在牧尘肉身被垂断的时候 这雷神体还不断地将雷霆之力凝聚起来 最后 那雷霆之力化为了一颗雷球 这一颗雷球并未被牧尘吸收 而是游离在经脉之中 一点点地垂炼着经脉 令得经脉愈发地坚韧 这般奇特的修炼之法 让得牧尘颇感意外 接着也是感觉到这雷神体的不凡之处 不过 在修炼的时候 牧尘总是有着一些缺陷之感 显然 他所得到的这雷神体 应该也并不完整 那秃头老人并没有将完整的雷神体 修炼之法给他 这让得牧尘略微有点遗憾 不过 却并不算失望 此番能够有这收获 已经是大出他的意料了 三日之后 在那岩浆河流之旁 满天的黑岩开始收回 九幽却一声清鸣 将其吞入体内 而在其头顶 则是悬浮着大片的银色红流 那红流种 全部都是雷光闪烁的天雷珠 看上去 足足有数万颗之多 将这些天雷珠尽数地炼制出来 九幽却内泛着一些担忧的目光 再度砍向岩浆河流 但却并未见过任何的异动 他有点焦急 接着一阵双翼 就与冲进岩浆河流中 寻找牧尘 不过 就在他要冲进时 那岩浆河流中一道雷浆猛然冲天而起 一股强横的灵力冲击开来 雷浆炸开 一道身影便是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那道身影 通体闪烁着雷光 片刻后 方才逐渐地散去 最后露出牧尘的身影 此时的牧尘 皮肤都是呈现淡淡的银色 上身赤裸 修长的身躯 隐藏着一股爆炸般的力量 让人不敢消去 牧尘手掌紧握 然后随意两拳轰出 顿时连空气都是在其轰爆而去 这让得他眼中满是惊喜之色 现在这肉体 比起数日之前 显然是强悍了许多 不错 牧尘赞了一声 带着身体上的雷光 逐渐地散去 再度恢复正常后 他这才笑眯眯地 对着那雷江河流之旁的 九幽雀落去 你没事吧 九幽雀见到牧尘出来 也是松了一口气 牧尘摇摇头 目光四处扫尸着 寻找着那秃头老人的踪迹 他早走了 九幽雀瞧得他那目光 不由地说道 不知道这位前辈究竟是什么人 这般能耐 想来就算是在北苍林院中 也应该是最顶尖的那层吧 谁知道呢 九幽雀倒是对此不甚在意 算了 牧尘见没什么答案也就不再多想 他望着那悬浮在半空的数万颗天雷珠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惊叹之色 这么多天雷珠 应该够了 他收掌一招 直接是将那些天雷珠尽数地收起 走吧 我们也该回去了 牧尘伸了一个懒腰 此次进入雷狱 收获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不仅实力暴涨到转化天晶 而且还得到龙腾术 以及雷神体 这等对他战斗力 有着极高提升的神觉 这下子不管在那狩猎战上遇见多么棘手的对手 牧尘都是拥有着与之一战的信心 李玄通 如果再遇见的话 或许三招之约可就没用了 牧尘一笑 数月之前的李玄通 在他的眼中 显然是那种难以战胜的对手 但现在 牧尘却是不再忌惮 走了 回去给你买 北明龙坤的惊血了 你的心愿 终于能完成了 谢谢 九幽却望着牧尘 低声说道 他的眼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 这一天 终于是等到了 我们这关系 牧尘笑眯眯的看着九幽却 上下的将其打量了一番 摸着下巴 如果你进化成功了 蜕变成神兽的话 应该就拥有了化为人性的能力了吧 而到时候 也能够分辨出他的性别了吧 对于此 牧尘其实一直都很好奇的 九幽却似是白了他一眼 也不理会他 直接是化为一道黑光 钻进了他的身体 牧尘笑了笑 身形移动 也是化为一道光影 快若闪电般的 对着雷雨之外而去 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牧尘直接从第八层 一路闯回第一层 然后自那雷雨中掠出 出了雷雨 他凌空而立 望着那充满活力的北苍林院 紧绷的身体 也是逐渐地放松下来 牧尘出了雷雨 倒并未立即回新生去 而是直接去了灵职殿 他能够感觉到 久悠缺的那种激动 既然如此 那就还是先把这件事情 给落实点吧 灵职殿一直都是 北苍林院人气最高的地方 那恐怖的人流 犹如蚂蚁一般 不断地在庞大的大殿中 进进出出 牧尘进了灵职殿 直奔那大殿中央处 在那里有着天雷珠 专门地购买 以及贩卖的柜台 庞大的水晶柜台后 是一名漂亮的少女 看其年龄应该也是 北苍林院的学员 不过在这里帮忙 同样能够获得灵职奖励 在这里贩卖 以及购买天雷珠的学员不少 牧尘排了十数分钟后 终于是轮到他 那位漂亮的少女望着牧尘 笑容甜美地问道 这位同学 你是要购买天雷珠吗 不是 我是来卖天雷珠的 少女闻言 倒不感到奇怪 很多学员也是在 雷域凝联天雷珠 来换取灵质 天雷珠收购价格 是两百灵质一颗 你要卖多少颗 他拿起墨笔 就准备记载 一万三千颗 母尘惨了一笑 少女手中的墨笔 顿时落地 漂亮的小脸蛋上 满是错愕 那后方正等待着 购买天雷珠的 众多学员也是目瞪口呆的 将前方的牧尘给看着 一万三千颗天雷珠 这小子脑袋被门夹了吧 天雷珠有那么好凝炼吗 一万三千颗 就算是沈苍生来了 都凝炼不出 牧尘瞧得那漂亮少女眼中 流露出来的怀疑也没多说 屈指一谈 璀璨的银色洪流便是呼啸而出 瞬间便是将那柜台围得水泄不同 这位学姐 一万三千颗天雷珠 总共两百六十万灵质 谢谢 灵质殿中 原本极其喧嚣的大殿内 仿佛是安静了一瞬 那一道道有点发愣的目光 都是望着那一条银河洪流 一万多颗天雷珠 这么庞大的数量 他们可从未见过 有谁能够以此性地拿出来 在雷雨之中 凝炼天雷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一天下来的收获 也就十来克左右 而且 这还是得他们要放弃 自身修炼时间的前提下 这一万多颗 如果让他们去凝炼的话 就算是丝毫不停歇 那也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而且这一万三千颗天雷珠 就是相当于两百六十万灵芝 那可是很庞大的一笔了 这几乎能够在灵芝店中 购买到上品灵器 甚至一些准神级的神觉了 那一道道望着那天雷珠 洪流的目光中 闪烁着羡慕 不过好在这里是北苍林院 如果是在北苍大陆的话 恐怕牧尘这种漏财行为 自己就得招来很多的麻烦 当然她也是清楚这一点 方才会在这里展示 归台后 那漂亮少女也是回过神来 她惊诧地看了牧尘一眼 显然不明白 后者是如何弄到 这么多天雷珠的 不过好在她也是 聪明地没有多问 取出一个戒子镯 然后光芒涌动间 直接是将那天雷珠 形成的洪流 尽数地收了进去 的确是一万三千克 这位同学 两百多万的零值 我并没有权利交易 我去请知识导师过来 牧尘点点头 少女便是转身而去 很快再度回来 此次在其身前 还有着一名中年男子 向来便是这里的知识导师 那知识导师 同样是有点诧异地 看了牧尘一眼 就算是她 也是第一次见到 能够拿出一万多颗 天雷珠的学员 将灵芝牌给我吧 虽然有点惊讶 不过知识导师 倒没有如其他学员 那般师太 牧尘微笑着 取出灵芝牌递过去 那知识导师 结果也是自秀中 取出一块灵芝牌 一道红光略出 钻进牧尘那灵芝牌中 然后便是递了回去 牧尘目光一瞟 在那灵芝牌上面 已经有了七百一十万的灵芝 这让他也是忍不住地 松了一口气 辛苦这么久 总算是凑齐了呀 谢谢 他按耐着迫不及待的心情 对着指使导师 道谢一声 但却并未接过灵芝牌 再麻烦一下导师 我想购买一件东西 什么 北明龙昆的精血 指使导师握着灵芝牌的手掌 猛得一抖 眼神惊异地盯着牧尘 加之七百万灵芝的北明龙昆精血 这可是他们灵芝店中 算是很高昂的物品了 这些年来 他还从未见有学员 来购买过此物 你随我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你随我来 知识导师白白手 对着后方而去 牧尘见着 也是急忙跟上 那后方的学员们并未听清 牧尘想要买什么 不过再见到知识导师 那种表情好 也是能够猜到 牧尘要买的 必然不是普通的东西 这让得他们满心的好奇 他们的好奇 牧尘倒并未理会 他跟随着知识导师 走入一间小密室 后者走入那时 半晌后方才出来 袖袍一挥 光芒闪烁见 只见得一颗约摸人头大小的水晶球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在那水晶球之内 一团金色的液体 犹如具有生命力一般 缓缓地蠕动 一种极端神异的波动 一点点地散发出来 即便是有着水晶球的隔绝 但牧尘依旧能够察觉到 那团金色血液之中 所蕴含的可怕力量 那是真正神兽的力量 神兽堪比至尊般的存在 这便是 北明龙坤的惊喜 是北明大人之物 那执事导师 也是有点惊叹地 望着那金色血液 声音有些惊畏地说道 牧尘点点头 北明大人 应该说的 就是北明龙坤了吧 这金血售价七百万灵芝 我已经从你的灵芝牌上扣除了 只是导师将灵芝牌还给牧尘 上面原本七百一十万的灵芝 已经只剩下十万 这让那牧尘无奈地一探 真是瞬间变穷了呀 那七百万灵芝 可都没五热呢 接下来 这北明龙坤的金血 就属于你了 执事导师一笑 虽然他也是很好奇 牧尘购买北明龙坤要做什么 但这些私人事情 他显然是不能打听的 谢谢道士 牧尘接过灵芝牌 然后将那北明龙坤金血 也是收入戒字拙 对着执事导师 弯山行礼 转身告辞而去 那执事导师 望着牧尘离去的背影 微微沉引 也是转身而去 北明龙坤金血之事 并不算小 他也需要向学院高层 通报一下 除了灵职点 牧尘望着那汹涌的人流 掠上半空 你获得了北明龙坤金血 就能成功进化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 我还是得经历雷劫 那黑神雷劫 牧尘眼皮忍不住的一跳 当初第一次见到九油雀的时候 后者便是在经历这雷劫 只不过却是失败了 因此牧尘很清楚 那雷劫有多恐怖 退灵化神 本来就是我们灵兽修炼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 所以没那么容易就能成功达到 我已经在这一步失败了两次 这一次借助着北明龙坤金血之力 我有着很大的把握 牧尘默默点头 如今的他与九油雀拥有着血脉连接 几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九油雀出现了什么意外 他也将会受到极为严重的打击 所以他自然是希望九油雀 能够成功地度过那黑神雷劫 这两日你尽量调整状态 我替那灵力也任你击取 然后我们找个地方 开始度黑雷神节吧 七海内 九油雀也是点点头 那眼睛中倒是略过一些柔和 他能够感受到牧尘那种发自内心般的担忧 牧尘不再多说 身形移动直接回到了新生去 而在他回来的时候 无疑又是引起了众多洛神会成员的激动 与兴奋 这段时间中 牧尘闯进雷狱第八层的事情 可早已传遍了整个北森林园 这让得很多血缘都是惊叹不已 这个新生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出一些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 牧尘与众人笑谈一番 便是回了小阁楼 不过 却并未见到洛黎 想来后者应该也是去修炼了 这让得他忍不住的苦笑一声 这小妮子修炼起来还是这么拼命 不过 转念 再想到洛黎那柔嫩肩上所需要承担的重任时 牧尘心头也是沉重了一些 他能够感觉到 或许洛黎在他身边的日子不会太久 因为身为洛神族下一任的女皇 他有太多需要准备的 而他现在的实力终归还是太弱 根本没办法给予他任何的帮助 站在小喽喽阁上 牧尘望着浩瀚星空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他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索性 他也还拥有着一些时间 接下来的两日 牧尘并未再外出 留在楼阁之中静静修炼 为九幽雀接下来的杜杰做准备 虽说杜杰这种事只能依靠自己 不过牧尘也想尽可能让九幽雀多一份力量 而九幽雀这两日也没有任何的动静 安静地凝聚着力量 准备再次挑战 那让得他失败了两次的强大雷劫 在他们这般静等下 两日时间飞速而过 两日后 牧尘身行略出新盛区 然后对着北苍林院之外略去 在那外围有着连绵无尽的山脉 那里远离北苍林院 想来就算是在那里渡劫 也不会引来什么人的干扰 牧尘略出了将近一个时辰 直接彻底远离北苍林院后 他方才减缓速度 然后落向一座山峰 在这附近山脉中 虽然有着一些灵兽存在 不过 却并没有太过强大的灵力波动 因此倒是一个不错的渡劫之地 牧尘落在山峰上 不带他说话 肩膀上的黑盐涌动 久悠却所化的黑色小雀 便是闪现出来 他凝望着天空 那眼中满是不屈与骄傲 牧尘手掌一握 那乘装着 北明龙宽惊喜的水晶球 便是闪下而出 金色的血液 在其中缓缓地溜淌 带来可怕的力量 开始 牧尘看向久悠却 久悠却点点头 旋即 他嘴中喷出黑眼 直接是将那水晶球包裹 然后一口吸入体内 他身形略处 飞上高空 再接着 铺天盖地的黑盐席卷开来 一道清澈嘹亮的清明之声 响彻天地 黑盐桃天弥漫节 只见那久悠却小小的身体 也是疯狂地膨胀 短短数息之间 一对几乎遮掩了 山岳般的黑盐赤鱼 便是伸展开来 遮天蔽日 牧尘抬头 这使他第二次 见到久悠却 再度战露真身 久悠却之前的那些伤势 在借助着 北明龙坤惊血的力量下 显然是彻底地恢复 而且 还愈发地强横 久悠却阳天长明 可怕地灵力波动席卷出来 那种强悍的威亚 弥漫天地 而在久悠却 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力量的时候 在那九天之上 也是有着可怕的波动在凝聚 那里 一团团充满着毁灭力量的黑色黑云 正在凝聚成形 牧尘眼神凝重了 黑神雷杰终于来了 天地在此时轰鸣 原本明亮的天空 瞬间变得昏暗 甚至连天地间的灵气 都是察觉到了什么恐怖的味道 开始纷纷溃逃出这一片区域 连绵的山岳中 无数灵兽琐索发抖 发出凄厉的哀嚎声 黑神雷杰 对于所有灵兽而言 都绝对是极其可怕的东西 他们在漫长的修炼中 期盼着 那能够让得他们脱胎换骨的 雷杰的到来 但又对他抱着无比的恐惧 牧尘站在一座山峰之上 眼神凝重地望着九天之上 那里 黑色的雷云不断地凝聚成形 那里面有着黑芒山树 那种雷霆之力 狂暴地无法形容 即便是雷雨滴八层中的雷江河流 与其相比 都是小屋见大屋 那是一种真正的 源自天地间的毁灭力量 而在那恐怖的黑神雷云指下 便是山东者 遮掩了山岳的 赤矣的九幽雀 它那庞大的神曲上 燃烧着滚滚黑盐 在那种黑盐的蒸腾下 天地间的温度都是随之甚高 每当九幽雀 煽动双翼时 都会带起炽热的飓风 席卷天地 九幽雀 嘹亮的清明相扯 它那燃烧着黑盐的眼睛 不屈地望着那 不断成形的黑神雷云 它已经被它击败了两次了 如果不是 它拥有着不死鸟的血脉 恐怕早便是 在这雷截指下烟消云散 不过 即便是屡次失败 但它却依旧没有想过认输 它是高傲的九幽雀 它拥有着不死鸟的血脉 它要成为这世界最为强大的神兽 所以它一定要进化成功 九幽雀 阳天清明 庞大的双翼 煽动着 再度向那黑神雷截发出挑战 这一次它不会再失败了 不断成形的黑神雷截 似也是察觉到了九幽雀的挑战 顿时那黑云便是蠕动起来 一股可怕的天地之威 笼罩开来 越来越可怕的雷霆之力 疯狂地在雷云中汇聚 雷云猛地被撕裂 天地间一切的声音 都是在此时被凝固 一道巨大的黑色神雷 直接是携带着毁灭般的力量 冲天而降 狠狠地哄向九幽雀 九幽雀渐明 庞大的双翼震动 滔天般的黑炎席卷而出 化为黑炎风暴 与那黑色神雷疯狂相撞 居声响扯 雷霆与黑炎在撞击的茬 猛然席卷开来 周围一座座高颂的山峰 几乎是在顷刻间 被横扫成平地 牧尘则是落下地面 有些心惊地 望着眼前的惊天对碰 在北陵境的时候 他已经见到过一次 九幽雀与黑神雷结硬碰 而现在 无论是九幽雀还是黑神雷结 显然都比那时候更强了 这黑神雷结 似乎能够伴随着 杜结生物的实力强横 而变化强弱 牧尘若有所思 真不愧是灵手进化道路上 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黑神雷结之下 不知道有着多少强大的灵手 化为烟灭 第一次的交锋 九幽雀却并没有落入下风 不过牧尘却是清楚 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而就在 牧尘念头刚刚略过心肩的时候 天际之上 那黑神雷结 终于是彻底地完成了汇聚 恐怖的天微弥漫 而后开始展露出属于他的争名 天地黑暗间 雷结耸动 一道道巨大的黑色神雷 在此时铺天盖地的降临而下 而所有的神雷都是直直九幽雀 精准无比 九幽雀眼睛中倒映着那降临而下的无数神雷 眼中满是不屈的火焰 他双翼斗然山洞 体内的力量在此时被他尽数地调动起来 犹如火海般的黑炎席卷而出 化为一道道龙卷风暴 撕裂天际 轰向那些神雷 试图将它们尽数地抵挡下来 两股可怕的力量在天际对轰 欲莫万丈旁大的力量 波纹荡漾开来 空间都是在那种对轰下 变得扭曲起来 那任何一点泄露出来的力量 都足以瞬间将这片山脉移为平地 牧尘站在大地上 仰头盯着天空上的疯狂对抗 双掌紧握 身体紧绷 他能够感觉到 伴随着那黑神雷劫降落的频率 越发的急促 九幽雀的防御 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 牧尘瞳孔突然一缩 只见到那天际之上 一道巨大的黑色神雷猛然降临 直接是突破了黑炎风暴的阻拦 狠狠地劈在了九幽雀庞大的神区上 低沉的门响中 九幽雀那庞大的神区 竟是被生生地震落了千丈 那被雷劈中的地方更是黑炎滚滚 即便是黑炎涌动 也无法将那里的伤势迅速地复原 九幽雀发出痛苦的剑鸣 那眼睛中仿佛都是有着星红涌出来 然而还不带九幽雀发怒 那黑神雷劫却是直接进入了狂暴状态 雷云收索 一道道黑色神雷疯狂地降落 那一刹 天地都是在狂暴的雷劫下变得颤抖 九幽雀双翼屈楼 呼着神区黑炎涌动 再起周身竟是化为一层黑色的雷精 那精层之上还有着黑炎生腾 看上去无比的坚固 一道道神雷贯穿天地 最后狠狠地轰击在九幽雀周身 那黑色精层之上 每一道神雷的落下 都将会崩碎无数精层 而九幽雀的身躯 也是会随着狠狠遗产 显然也是受到了巨大的疼痛 神雷的肆虐 足足持续了数分钟 而九幽雀周身的黑色精层 亦是尽数地破碎 原本优雅而修长的庞大身躯 此时却是被轰击得异常狼狈 甚至还有着鲜血 顺着淋雨不断地滴落 牧尘望着九幽雀那颇为七层的模样 双掌也是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这黑神雷劫 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 那每一道的黑色神雷 都足以将一名通天境的强者哄得连渣都不剩 不过看这种情况 若是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九幽雀很有可能会有些承受不住 在牧尘内紧张的注视下 天空上 狼狈不堪的九幽雀 则是丝毫不顾重创的神雷 依旧是扬起头 高傲的清明出生 他即便是被毁灭 也不愿意向那雷神雷劫认输 雷劫毫无感情 毁灭般的神雷 依旧是不留情面地轰了下去 不过 就在那神雷即将再度落到九幽雀身体上时 他的体内突然射出一道细微的光红 那光红悬浮在九幽雀上空 膨胀开来 化为了一枚庞大无比的淋雨 淋雨呈现暗青色彩 其上留意着无尽流光 一语伸展 仿佛遮尽了天地 神雷狠狠地轰击在那一枚暗青色的淋雨上 淋雨上的流光也是被震散许多 但中鬼将其承受了下来 并没有被红碎而去 那是什么 牧尘也是微惊 那暗青色的淋雨显然不是九幽雀所有 但其上面所蕴含的力量却是极其的庞大 竟然生生地挨了几次神雷都未能消散 九幽雀见状也是一争 不过接着赶紧恢复伤势 他知道那淋雨虽然厉害 但也只能略作抵挡神雷 这雷结还是得要依靠他自己来度过 黑神雷结 因为这突如其来之物也是发了怒 他能够感受到那种淋雨并没有九幽雀的味道 对于这种外来之物他分外地讨厌 因此黑神雷结开始蠕动 巨大的神雷不断地劈下 而面对着黑神雷结这么疯狂的怒劈 那枚灵雨也是开始黯淡无光 最终彻彻底底被神雷轰成了灰烬 而就在灵雨化为灰烬的时候 九幽雀阳天昌明 滚烫的鲜血不断地从他体内洒落 但他的眼睛却是明亮异常 在他的清明之上 牧尘能够见到 在九幽雀身体上的那些伤口内 突然闪过淡淡的紫芒 那似乎是一缕极为微弱的紫色火焰 那丝紫色火焰隐藏在黑盐之内 根本就难以察觉 但牧尘却是见到 随着那缕紫色火焰的出现 九幽雀身体上的伤势 竟然是在迅速地被恢复 甚至连那些伤口处的神雷之力 都是无法阻拦 那是不死火 牧尘盯着那细微的紫色火焰 瞳孔却是微微一酥 如今的他对九幽雀 也是相当地了解 自然是知道 唯有着那种诞生于 上古不死鸟体内的不死火 方才能够无视雷结的伤害 修复着身体 不过 那种不死火 乃是不死鸟专有 九幽雀虽说有着 一些不死鸟的血脉 但毕竟有些稀薄 根本不足以觉醒不死火 但眼下 九幽雀体内 确实出现了不死火 这说明 他体内的不死鸟血脉 竟是远潮寻常的九幽雀 牧尘 目光微善 看来九幽雀在他们一族之中应该并不普通 伤势被迅速地恢复 九幽雀那眼中燃烧的不驱火焰愈发的浓郁 他抬头望着那开始一点点收索 但其中的毁灭之力 却是越来越恐怖的黑神雷结 他知道 黑神雷结是在酝酿最强的力量 准备将它从这世间抹除 然而 面对着那种能够毁灭自己的力量 九幽雀却是骄傲的扬起头 庞大的双翼缓缓扇动 那铺天盖地的黑眼中 出现了一丝丝忌惮的紫叶 他清明出生 向那黑神雷结发出了最后的挑战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九天之上 黑色的雷云在疯狂地收缩着 没有丝毫雷鸣声传出 但就是那种压抑 反而让得这天地间的空气 都凝固了起来 谁都能感觉到 在那种短暂的宁静之后 将会是何等可怕的毁灭风暴 九幽雀山洞巨翼 陶天般的黑炎涌动 在那黑炎深处 细微的紫叶悄然的飘荡 虽说微小的难以察觉 但却自有一股神秘力量散发出来 下方大地 母臣的神色也已变得极端的凝重 在那种压迫之下 他感觉体内的灵力 仿佛都是停止了运转 他知道 接下来应该就会是 黑神雷劫的最后一击 如果九幽却挡得下来 那就能成功肚解 退化 成神 真正的脱离灵兽的范畴 成为那强大无比 堪比至尊的神兽 并且以后是前途无量 当然 若是接不下的话 那就又将会是失败 虽说九幽却拥有着不死鸟的血脉 但终归不可能次次都借其逃命 一旦稍有差池 便是真正的烟消云散 而一旦九幽却烟消云散 与其进行了血脉连接的牧尘 必然也会受到极其可怕的重创 甚至 就此死亡 那种情况 不论对于牧尘还是九幽却而言 都是最悲惨的结局 可这个时候 牧尘也是无能为力 那种雷结太恐怖了 恐怕就连至尊都不敢汗其神威 而他这小小的转化天井 恐怕拼紧了手段 都无法撼动气氛好 九幽却 加油啊 牧尘双掌紧握 压抑的气氛笼罩着天地 那原本笼罩了方圆万丈范围的黑神雷云 在此时已经缩小到仅有百丈大小 但那黑色是变得更为的深邃 远远的看去 犹如一团黑洞在缓慢地运转 百丈大小的黑神雷云突然蠕动着 在那雷云中央位置 雷云旋转着 竟是一点点的凹陷下去 而在那凹陷中央 黑色的神雷汇聚在了一起 黑色的雷犹如猙獰的黑龙 缓慢地蜿蜒盘踞 哄的一声 凹陷的中央 黑色的神雷猛然喷涌而出 那犹如是一道贯穿了 天地的黑色雷光 毁灭的力量弥漫着 那黑色光芒过处 似乎连天地灵气都是背弃分解 整个天地都是寂然无声 唯有着那一道黑色雷光 咆哮而下犹如神怒 九幽雀眼睛之肘 火焰燃烧 他奸小出声 那滔天火焰也是被他狠狠地压缩在一起 然后再起上空 化为了一根约摸千丈大小的黑色羽毛 羽毛之上仿佛鸣刻着玄傲的纹路 黑眼声唐神秘一场 面对着黑神雷洁这恐怖的一击 九幽却也是倾尽全力地 用出了他最为强大的手段 黑雨暴视而出 穿透了空间 然后直接是与那贯穿天地而来的黑色神光 狠狠地冲撞在一起 撞击的那一刹 天地的光芒仿佛都是在此时被吸纳 唯有着一道黑色光圈 梦然自天空上席卷开来 笼罩了这方圆百里范围 一座座的山峰直接是被横扫而过 瞬间化为烟粉 居高临下一眼望去 百里内进城平底 一条条山脉被横扫而进 那等毁灭般的力量 看得人心惊淡 穆尘没有心思去惊叹 他死死地盯着那遥远的天际上 那里黑色神光在缓缓地碾压而下 而随着他的碾压 那一根黑雨则是开始出现一道道细微的裂纹 这一次的黑神雷结威力太强了 穆尘心头极跳 瞳孔突然一缩 天空上 那伴随着裂纹越来越多的黑雨 终于是承受不住那黑色神光的毁灭冲击 在一道清脆的声音中 崩碎开来 而随着黑雨崩碎 那黑色神光再没了阻拦 直接是在穆尘亥然的目光中呼啸而下 狠狠地轰击在了九幽雀那庞大的身躯之上 凄厉无比的尖鸣声陡然相扯 只见那九幽雀那庞大的身躯迅速坠落 然后轰击在遥远处的山脉之中 大地犹如地震一般 一股凄凉席卷开来 只见那九幽雀落地处 那方圆数万丈之内 几乎瞬间崩塌 一道道深渊般的裂缝 疯狂地在这片大地上蔓延开来 辽阔的山脉在此时被损毁殆尽 牧尘略上天际 躲避开那种可怕的冲击 急忙掠去 在那塌险的大地中央 严陈弥漫 玄机缓缓地散去 而其中的景象也是被牧尘看清 在那巨道无比的深坑中 九幽雀狼狈怕腐 他身躯上的黑色羽毛在此时被轰碎殆尽 再没有了以往的优雅 一道道猙獰的伤口 暴露在他的身躯上 鲜血滚滚地流淌出来 将那片大地瞬间染红 牧尘目光紧紧地望着那倒在雪坡中纹丝不动的九幽雀 面旁都是苍白了一些 急忙落向后者 手掌贴过去 体内灵力迅速涌入九幽雀体内 而在其灵力灌注下 血扑中的九幽雀终于是微微衬抖了一下 那眼睛睁开一丝 有着虚弱无比的意念传出 我度过了吗 牧尘见到他上海有气 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抬起头来 面色却是猛的巨变 在那天空上 那已经开始在消散的黑神雷云 竟依旧还闪烁着一点点的黑光 那里还有着一些残余的毁灭波动 黑神雷云闷声响扯 只见的又是一道黑色神雷暴力而下 只不过这一道神雷显然只是残余的力量 比起之前的那些弱了太多 但此时的九幽雀已经游进灯窟 随时都可能陨落 若是让这一道神雷再击中他的话 恐怕就真是再无生存机会了 九幽雀似乎也是察觉到这般情况 当即挣扎起来 但他已经没有丝毫的力量 身躯被血迹染红 那眼睛之中流露出欺然的绝望 努力这么多年 终归还是白费了吗 屡次拼斗 终归还是失败了吗 牧尘望着九幽雀眼中那种欺然的绝望 手掌却是忍不住的紧握起来 接着他猛的一咬牙 身形移动 直接是出现在了九幽雀伤口 一声低喝 印发变幻 雄昏灵力在其后方凝聚 化为巨大的白虎 白虎脚踏星辰 然后奔腾而出 携带着无尽沙发 冲向那最后一道黑色神雷 然而 如此强大的攻击 在一接触到黑色神雷时 却仅仅只是让他后者移动 然后黑雷咆哮间 便是将白虎撕裂而去 黑色神雷速度极快 几乎在撕裂了白虎的瞬息间 便是出现在了牧尘身后 然后毫不留情地轰击在了他的身躯之上 在牧尘的身上 他感觉到了与九幽雀相同的波动 虽然他没有绕开牧尘 牧尘如走雷迹 一口鲜血狂喷出来 身体被狂暴的黑雷所弥漫 直接是坠落下来 落在了九幽雀不远处 身下大地也是被震得崩塌下去 九幽雀见着顿时痛苦的地名出生 颤抖着伸展着布满猙獰伤口的羽衣 想要去救被那黑色神雷包裹的牧尘 在那种光芒的照耀下 九幽雀身躯上的猙獰伤痕 但他却是积极地开向不远处 那包裹在黑神雷云中 纹丝不动的人影 牧尘的实力太弱 根本承受不了黑神雷 即便只是黑雷神 残余的力量 不过 在他交集界 不远处那道身影 却是颤了颤 身体上的黑神雷光 突然一点点的消散 他艰难地躲着身体爬起来 身体一弯 又是一口鲜血 忍不住地喷了出来 摇摇欲坠 显然也是受到了极重的创伤 该死他 差点就被轰死了 牧尘面色惨白如指 跪在地上 他抹去嘴角的血迹 低头望着自己的手掌 眼中掠过一抹奇广 多亏了 那类身体 不然就真是活不下来了 九幽雀 在他喃喃间 他也是察觉到 前方的耀眼光芒 急忙抬头 只见他九幽雀那庞大的身躯 在神光的笼罩下 似乎是开始一点点的缩小 那种身躯 越来越渺小 然后缩进光芒中 牧尘微眯着眼睛 看不清楚其中的景象 那光芒持续了扮上 终于是一点点的入了下来 而随着光芒的减弱 牧尘的眼睛 也是一点点的睁大起来 光芒中 是一具 洁白如玉般的赤裸娇曲 他身材轻盈 一对玉腿 修长纤细 圆润紧绷 极其的性感 玉腿上 是那盈盈一卧的蛮腰 再往上 便是雪白的苏兄 以及那优雅如天鹅般的脖颈 他红唇巍巍地掀着 呈现淡紫色的狭长美目 透着一股 让男人心动的野性诱惑 牧尘是木灯口袋 果然是个母的 狼藉的大地中 美丽的女孩赤裸的铜体 闪烁着白玉般的光泽 那种性感的诱惑 足以让任何男人 移不开目光 不过 眼前的漂亮女孩 显然不是什么柔弱温暖心的 当她在听见牧尘那男男声的时候 那柳梅顿时就挑了起来 她郊区一动 一阵香风掠来 牧尘身体便是撞到了身后岩石 然后一句娇难而紧绷 充满着活力的玉体 便是贴了上来 同时那修长的玉手 直接是抓住了牧尘的咽喉 信不信我杀了你 她声音轻语 犹如山泉划过山间 只是带着一点点的冷力 令得那山泉有了一些寒意 牧尘却是靠着岩石 面对着她的威胁 忍不住的撇撇嘴 那你杀吧 看来就算是变成了人性 依旧还是九油雀的性子 一点都不懂得温柔 面前的漂亮女孩展颜一笑 她玉手轻轻摸了摸牧尘脸庞 看在你先前帮我挡 最后一道神雷的份上 我就不计较你占我便宜的事情了 牧尘哭笑不得 忍不住地缩了缩身子 不让自己去更多地接触到 这依靠的极尽的赤裸娇去 她的身材的确是极其的性感 充满着野性 犹如一头小母豹一般 极容易勾起男人的浴火 你能把衣衫穿什么 虽然你是九油雀 但现在毕竟是人性态 还是注意点好 牧尘呢 他这便宜可不是他想占的 人性可真麻烦 九油雀摇摇头 郊区上光芒涌动 青黑色的衣衫凝聚出来 顿时将那泄露的唇光 尽数地遮掩下去 只是在那衣衫的包裹下 本就婀娜的体态更是修长 满腰纤细 苏胸饱满 让人心动 牧尘见状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可真是要人命啊 你应该杜劫成功了吧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难道一直就叫你九油雀吗 叫我九油吧 以后就让姐姐来照着你吧 因为度过了黑神雷劫 她似乎是极为的开心 笑意淫的拍了拍牧尘的肩膀 不过现在还不行 我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步 什么 现在的我算是杜劫成功 不过肉身还未彻底地 进化成神兽体质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或许会在沉睡中进化肉身 等我再度出现时 就将会成功地进化成 九油明雀 九油雀 那充满野性的漂亮眼睛中 有着向往 与期盼之色涌出来 九油明雀 牧尘微微点头 这应该就是九油雀 进化之后的形态了 虽然与九油雀 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是灵手与神兽之间的天壤之别 在我沉睡的这段时间 你可别把小妹儿给丢掉了 我和你进行了血脉连接 才不想刚刚斗劫成功 就莫名其妙地直接被血脉连接犯事 九油美目看了牧尘一眼 牧尘有些遗憾 还以为能直接多一个强力保镖呢 没想到他就直接得沉睡了 这样一来 岂不是反而还损失了一个地盘 这期间 又惹不起地就躲着走 等姐姐苏醒过来 把那些欺负了你的 全部都杀了 知道吗 我可没那么脆弱 好吧 那我开始了 你待会儿也尽快离开这里吧 我妒忌的动静太大 恐怕会被北苍林院那些老家伙们察觉 说不定会来查看 九油提醒了一句 然后也就不再多说 她身体上开始有着黑盐生腾起来 而她那对狭长的眼睛中 则是涌起了一丝丝神秘的紫燕 熊熊黑盐生腾 化为光幕将九油笼罩 而那黑盐则是一点点的凝实 最后竟是化为了一颗 圆磨一人高的黑色巨蛋 在那黑色巨蛋上 有着一翅之纹 古老而灰色 而那一翅上 隐约可见淡淡的紫光闪烁 牧尘见到九油化为巨蛋 再度陷入沉水 进行最后的肉体进化蜕变 也是绣袍一挥 将其收入戒子着重 看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她都只能依靠自己了 不过她倒是很期待 等九油再次的苏醒过来 以她的实力 想来就算是至尊存在 都能够抗衡了吧 那时候坠保镖可是很强力的 该离开这里了 牧尘再度看了一眼 这满目疮痍的大地 不再有所停留 身形移动略上天际 数个闪烁间 便是消失在了那天际之边 而就在牧尘离开后 约莫半个小时 周围一座塌险的山峰上 清风吹拂而过 一名手持拐杖的秃头老人 皈依地浮现出来 她浑浊的目光 望着牧尘离去的方向 枯瘦而苍老的面庞上 略过一丝诧异 这小九油体内 竟然拥有着如此浓厚的 不死鸟血脉 看来九油却一族 倒是出了一个难得的天才 说不定这小九油以后 真是能够进化成为远古 不死鸟啊 不过 她竟然和那个人类小家伙 进行了血脉连接 这可是会成为她的命门的 九油却一族那些老怪 若是知道的话 怕水要暴跳如雷了 吐吐老人低声笑着 而在笑声飘荡间 她的身体也是一点点的变得虚幻 最后彻彻底底的消失而去 这片大地再度变得安静 不过这种安静在持续了半个小时后 空间再度微微的波动起来 接着树道身影便是凭空的浮现出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这几道身影 皆是满头白发 神色宋木 周身虽然没有强大的灵力波动荡漾 但却是拥有着一种极为惊人的压迫 在他们之中 那位竹天长老也是在此 而此时他也是面色凝重地望着下方这片 被破坏的极为严重的大地 在那里还残留着一些恐怖的 黑神雷的雷霆之力 是黑神雷 其中一名北层林院的长老眼神凝重 竟然有灵手在这里 渡黑神雷劫 听到黑神雷劫四个字 就连竹天长老等人面色都是忍不住的一变 他们自然是知道 这雷劫的厉害 只要渡过此劫 灵手就能进化成为真正的神手 堪比至尊 那种存在 在这北苍大陆都算是顶尖般的存在 没想到竟然会在他们北苍林院外围出现 而且 他们这么多年 都未曾察觉到 在北苍林院周围的山脉中 还隐藏着如此强大的灵手 不过 看地面那些散去的血迹 那灵手很有可能并未成功堵截 反而是在黑神雷劫下眼笑云散了 竹天长老望着那崩塌的大地 虽然并未亲眼目睹 但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 之前在这里爆发的那种惊天对碰 真是可惜呀 其他长老也是惋惜地叹道 灵手的修炼比起人类更为的漫长 一头灵手想要修炼到黑神雷劫的到来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 但现在 却是在那无情的雷劫下化为粉末 丝毫不存 不过 虽然那未知的灵手 有可能被雷劫所击杀 但我们还是得将这里的事情 与院长通报一下 最近 龙魔宫在北苍大陆上的动静 也是越来越多 这些家伙 如今已是将我们北苍林院 视为死敌 一旦有机会的话 恐怕会对我们北苍林院造成巨大的威胁 所以 我们也是要以一切谨慎为上 其他长老也是肃穆的点点头 龙魔宫这个名字 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有着不小的压力 这个势力 曾经差点一同整个北苍大陆 甚至连周边的一些大陆 都被他们的势力所辐射 当年如果不是龙魔宫内部发生变动 再加上他们北苍林院拥有着北明大人的话 恐怕那等胜负还真是难说 走吧 朱天长老 见庄也就不再多说 袖袍一挥 数到身影便是闪掠而出 数个呼吸间 一是消失而去 天地间 终于是彻底的平静 唯有着那满目疮痍的大地 还证明着这里之前所发生的恐怖对碰 牧尘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北苍林院 然后静止回了新省区 他的面色略微的有点苍白 那一道黑山雷 虽说最终因为他修炼了雷神体 没能要了他的小命 但也是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所以他也是得赶紧将伤势恢复 因为俊那狩猎战 仅有三天的时间了 他必须让自己随时处于巅峰状态 牧尘的身形落在小楼阁上 接着 身色便是微动 只见得在那里 身着黑色长裙的绝美少女 正微小地将他给看着 牧尘一见到他 俊仪的脸庞上也是有着柔和的笑容浮现出来 忍不住地上前 手臂一揽 便是将少女搂进了怀中 那温香软玉在怀 吞食让得他舒坦地吐了一口气 洛莉也是浅笑着 顺从地将脸颊靠在他的胸前 挺翘的鼻尖轻轻吸了吸 接着 他那琉璃般的毛子便是一点点的眯起来 在牧尘的身上 似乎是有着淡淡的香味 凭借着直觉 他知道 那应该是别的女人身上的味道 原本还在享受着 闻香软玉的牧尘 也是察觉到了洛莉的模样 心头顿时一跳 感觉要糟 她是谁啊 洛莉那精致如此气般的绝美脸颊上 浮现了一抹有些危险的笑容 声音温柔 但却是让着牧尘头大起来 女人的直觉与嗅觉真是可怕的东西啊 牧尘无奈地望着红润小嘴 微微掀起糊涂的洛莉 那有点危险的味道 同时他又忍不住地想笑 因为真是很难得 从他的语气中听见一点点的酸意 还不交代 洛莉对牧尘太了解了 一见到他眼中那笑意 便是明白他在想什么 当即翘脸微红 样装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牧尘拦住少女那纤细的腰指 紧紧地对着怀中搂了搂 略微沉引了一下 倒是并未打算对洛莉隐瞒九幽雀的存在 因此他也是将有关九幽雀的事情 简略地说了一遍 九幽雀 洛莉文言也是微微一惊 特别是在当他听见 在之前九幽雀竟然度过了黑神雷劫后 翘脸上的惊异更为的浓郁 他毕竟是出身洛神族 对于这种强大的灵兽种族 也是知晓一些 而九幽雀一族在灵兽种族中 也是相当的强横 他倒是没料到 牧尘的体内就会潜伏着一致 你竟然敢去接黑神雷 不过接着他便是瞪圆了眸子 那眼中满是心计 黑神雷姐 就算是至尊强者都不敢汗气锋芒 牧尘这点实力 只要稍稍有一点差错 便是得化为灰金呢 我与九幽雀进行了血脉连接 他若是死了 我也得受到凡事 牧尘无奈一笑 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 我都不可能看着他在我面前 被雷姐毁灭 还血脉连接 洛丽忍不住地张开小嘴 在牧尘胸膛狠狠地咬了一口 弄死我了 他对于血脉连接显然有些了解 这样一来的话 牧尘的性命与那九幽雀显然会是息息相关 不论是谁的性命受到了威胁 对方都将会受到血脉连接的反噬 牧尘挠了挠头 倒不好解释什么 血脉连接这事 当初也是没办法的 不过他也是知道 怀中的少女只是在吃醋 所以也不辩驳 只将他给搂紧着 不过也好 他度过了黑神雷劫 只要苏醒过来后 就是能够媲美至尊的存在 以后你也是能够安全许多 那样我也能放心了 洛丽终归不是胡搅蛮缠的性子 在微微释放了一点酸意后 便是恢复过来 牧尘望着那眼神悠悠的少女 想起他会离开自己返回洛神族 去承受那沉重无比的责任与重担 努力地承受着一切 成为洛神族心愚人的皇 牧尘心头便是微微一痛 他低头 额头顶着少女光洁的额肩 可是 我不放心你 连你都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能不放心我什么 牧尘却并没有心思与他开玩笑 黑色的毛子只是认真地盯着他 洛丽美目轻轻移开 干嘛呀 洛丽 牧尘的语气很郑重 很认真 记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等我去找你 或许在洛神族 你会很辛苦 但相信我 为了你 我会更辛苦地去变强 直到有一天 我能实现我对你的诺言 洛丽望着牧尘那认真的眼睛 眼眶微红 他知道 为了达到他的承诺 牧尘需要付出 多么艰苦的努力 他需要经历多少的磨炼 那条通往盖世强指的路上 布满着足以将人刺的遍体鳞伤 甚至失去原本干净笑颜的颈刺 那些艰苦与磨炼 或许会将少年此时略显稚嫩的脸庞 打磨得成熟 但那同样会让他很心疼 嗯 我答应你 洛丽的声音 柔软得犹如要化掉一般 那琉璃般清澈的毛子中 荡漾着水淫淫的情意 牧尘望着怀中少女那番动人模样 眼神则是微微有些热度 内搂着少女的手臂愈发的用力 仿佛是要将他揉尽身体一般 牧尘微微低头 不要 似是察觉到什么 少女发出细弱闻影般的声音 但终于还是被少年无视 以一种肆无忌惮 近乎霸占般的方式 吻上了那柔软的红润小嘴 少女微微挣扎 最终还是放松了焦距 犹如一滩水般 滑在了牧尘怀中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中 北仓林月显然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一日一日地变得火爆 整个北仓林月的气氛 仿佛都是在渐渐地被引燃 而这种火爆气氛的源头 自然便是狩猎战 这是北仓林月每年最为盛大的活动 每一年都会有着无数埋头苦修的黑马 一冲飞天 将在一年之内的成就 尽数地爆发出来 每一次当狩猎战结束的时候 那天宝都将会出现在这一年中 最激烈的变动 所以 狩猎战胜 必然会爆发出一场场激烈至极的战斗 那是黑马与现任优秀学员之间的争斗 但谁能够将对方全带着 那就得看 各自谁隐藏的底牌更强大了 因此 在这三日内 北仓林月气氛火爆 特别是那些聚灵阵 以及雷雨之外 时不时地能够见到一些眼神茫然 但却浑身充满战役的人影 迈不走出 这些人 无一例外 都是拥有着强大的灵力波动 他们结束了长久的苦修 开始回到北仓林月 他们要在这一次狩猎战上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以夺回他们曾经失去 或者将会得到的荣耀 而整个北仓林月 也是因此热络起来 无数人在四处打听 试图探测出 某些可能会成为黑马的人物 拥有着多少底牌 以及能力 而在这种热络下 无数学员 都是在期待的心情中 等待着 那即将开启的盛大狩猎战 当那第三日来临的时候 整个北仓林月 仿佛都是笼罩在了一片沸腾之中 那天空之声 破风之声几乎响彻不停 铺天盖地的身影 为时显得壮观 在那新省区 牧尘与洛黎 也早已到了湖泊旁的广场 在那里 叶庆龄 周灵等人 众多洛神会的成员 都是兴奋地围着他们 如今的新省中 够资格参加狩猎战的 恐怕也就牧尘与洛黎等 少数纪人了 牧哥 加油啊 只要在树立战上表现突出 那就真是能够成为 北仓林月的风雨人物了 有着洛神会的成员 兴奋地说道 虽说牧尘如今在北仓林月 也算是有了一些名气 但说是风雨人物 显然还不够资格 而只有类似 沈苍生 李玄通 苏轩 贺妖等等 天榜前十的强悍人物 方才能够活得这般成为 牧尘笑了笑 对于那所谓风雨人物的头衔 他没太大的兴趣 但却是对那狩猎战的灵光灌顶 极其的有兴趣 走吧 我们也动身啊 好 牧尘一笑 接着身形直接闪磊而出 洛黎紧随其身旁 在后面 叶清灵 周灵等人 也是赶紧跟上 虽然他们不参加狩猎战 但这种北仓林月 每年中最大的热闹 必然是要去凑凑的 而在牧尘他们动身的时候 在那妖门重新修建的总部内 鹤妖也是带着大批妖门的成员 大步走出 他目光阴沉地 望着新生区所在的方向 冷冷一笑 牧尘 希望你不会倒霉地 在狩猎场中被我遇见吧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明白 以北仓林月中 真正的风云人物相比 你这新生 还差了太远 湖泊中心的小岛上 苏萱与苏林二 也是醒出 他们望着那破风声响彻不停的天空 也是忍不住的一笑 又到了每年北仓林院最热闹的时候了 走吧 苏萱温婉一笑 连步前移 在其步伐走出时 他周身的灵力波动 犹如水波般的荡漾 不过 当他走出没几步 那种灵力波动 便是尽数地被收敛起来 姐姐 这次可要加油 看能不能把李玄通打败 夺了他的天榜第二 苏林二笑嘻嘻地对他说道 哪有那么容易 能抱住第三就不错了 苏萱无奈地摇摇头 拉住苏林二 姐妹俩便是略上天际 对着北仓林院最中央赶去 一座孤峰山顶 一道修长身影 缓步走出 在那山顶上 还有着不少人 在安静地等待着 而当他们在见到 那道修长身影时 眼神顿时热络起来 老大 李玄通冲着他们淡淡一笑 接着挥挥手 时间差不多了 是 那些人完颜 顿时起起阴道 紧不跟随 李玄通来到山峰边缘 他目光却是望着 北仓林院之外的方向 平淡的双目中 掠过丝丝期待与战意 沈沧桑 你应该会回来吧 今年 我可是要超越你啊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走 李玄通亲和出生 身形化为一道红光略处 在其后方 众多身影 立即跟随 整个北仓林院 都是在此时变得火爆 无数道身影掠过天机 对着那北仓林院 最中央的位置 汇聚而去 苦修许久 隐忍许久 终于是到了这能够真正爆发的一天了呀 那些实力强横的学员皆是满目战役 狩猎战 狩猎战 开始吧 在北仓林院最中央的位置 有着一座宏伟而辽阔的广场 这是北仓林院中极为有名的北明广场 据说在很久以前 这里曾经是北明龙坤的修炼之地 只是后来伴随着北仓林院的建立 这里也是被开拓成了广场 但一般而言 只有这相当盛大的活动 方才会在这里举行 而狩猎战的汇聚点 便是这里 这座足以容纳数十万人的广场 在今日 却是被那看不见尽头的人海所弥漫 那种惊天般的沸腾声 冲上云霄 百里之外 都是能够清晰可闻 当牧尘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望着那种海洋般的人群 也是忍不住的砸砸嘴 真不愧是北仓林院呢 牧尘一行人在悬停在半空 目光望向那北明广场 在广场最前方空空荡荡 与后方的那种人海截然不同 但不论那里如何的空旷 但却并没有学员 但踏足其中 在那空旷的区域中 有着一座青铜般的雕像 那是一头巨大的生物 它拥有着坤的身躯 但却生长着龙爪 以及龙尾 形象正宁而强的 即便只是一座雕像 但却依旧是有着一股 恐怖的威亚 弥漫开来 而正是这股威亚 让它学员不敢靠近它 那就是咱们北仓林院的 镇院神兽 北明龙坤吗 牧尘望着那雕像 感受着那种威亚 当即忍不住的暗暗扎舍 这北明龙坤 必然是极端恐怖的存在 这位北明龙坤 在北仓林院拥有着极高的地位 就算是院中的天系长老 见了他 也是得恭敬有礼 牧尘点点头 北明龙坤 向来就算是在神兽之中 都能算是靠前 再加上修炼这么多年 那实力必然是极其可怕 北仓林院内 能够比他更强的 恐怕不多 牧尘实现 从那北明龙坤雕像上 转移而开 然后看向了另外一片天空 在那里 正有着一道阴沉的目光 将他给盯着 正是鹤妖 然而对于鹤妖那阴沉目光 牧尘却是淡淡一笑 如果说在一个月之前 他还是有些忌惮鹤妖的话 那么 现在那种忌惮 则是被尽数地压下 真要对碰起来 现在的输赢 可还轮不到鹤妖 来绝对掌控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鹤妖 瞧得牧尘那不惊不惧的神色 眼神也是愈发的阴寒 接着 他便是冷冷地收回目光 但牧尘却是知道 以这家伙的心胸 恐怕此次狩猎战中 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的 而在牧尘将视线 从鹤妖那里收回来时 后方却是突然传来了一阵破风声 有着熟悉的灵力波动 散发而来 是李玄通 那种灵力波动 牧尘是相当的熟悉 并未回头 便是知道来人是谁 他微微侧头 果然是见到李玄通 带着一批人影掠来 李玄通的身形 停在了牧尘与洛黎旁边 他眼神先是有点复杂的 看了一眼洛黎 然后转向牧尘 眼中掠过一丝惊叉 你变强了一些 若是没进步 怎么敢来这里 牧尘也笑笑 没有什么狂妄 但也谈不上什么谦虚 他知道 面对着李玄通这般人 你若是摆出什么 卑躬姿态 反而令气看不起 看来 你是要参加狩猎战了 如果我们在狩猎场中遇见 那我不会再讲 什么三招之约了 正有此意 牧尘也是盯着李玄通 点点头 李玄通身后那些学员 见到牧尘对李玄通 这般丝毫不让的态度 倒是有些不爽 在他们看来 牧尘虽然接下过李玄通三招 但这并不足以 让得他自以为真的 有资格与李玄通平起平坐 不过不爽归不爽 但他们终归没说话 只是眼神不善地盯了牧尘一眼 似是在警告一般 我也会与他一起参加狩猎战 如果到时候遇见的话 也正好领教一下 一旁的洛梨 声音轻柔地说道 李玄通面旁微僵 接着无奈地摇摇头 他看向牧尘 听说你把腰门总部给拆了 牧尘点点头 这件事在北苍林院传得人紧皆知 李玄通知道显然并不奇怪 嚣张了一点 牧尘眉头一挑 刚欲说话 李玄通似是笑了一下 不过还算男人 若你没这么做 我倒是还想找你麻烦 在这里都保护不了他 还想谈以后 牧尘伸出手掌 轻轻地握住身旁少女 那纤细娇嫩的小手 李玄通学长 现在的我并不强大 不过想要伤害他 那终归是得从我身上踏过去的 洛梨眸子柔柔的 他望着少年那俊义的侧脸 那上面泛着笑容 但却坚定地令人无可质疑 李玄通微微点头 何瑶那家伙 在狩猎场中若是被我遇见 我会收拾掉 李玄通学长要对付谁 我没资格说什么 不过如果我先遇见他的话 那或许不会留给你这个机会的 口气倒是不小 那就看你在狩猎场中的表现吧 可不要连终点都到不了 牧尘笑笑 不再言语 拉着洛梨 凌孔而立 在接下来的一些时间中 越来越多的学员汇聚向确立 牧尘也是见到了苏萱 徐荒 等天榜排名极为靠前的厉害人物 而除了这些本就是 北藏林院的风雨人物外 牧尘也是隐隐地感觉到 在那看不见尽头的人海中 还隐藏着不少炽热 而充满着野心的明亮目光 他们看向天空上那些风雨人物的眼神中 充满着挑战 那些目光 即便是在面对着那些天榜前十的风雨人物 也没有丝毫的畏惧 牧尘也是察觉到了一些 那种目光 当即也是暗暗乍舌 真不愧是北藏林院呢 天榜之上显露出来的人 终归只是少数 更多的人都是隐忍着自己 等待着后击薄发 一冲飞天的时候 而显然 这狩猎战 便是冲天的最好时机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员汇聚 突然间 有着清晕的钟音之声 在这天地之间响车而起 那悠悠忠意 盖过了所有的喧哗 响车在这天地之间 所有的学员 都是停止了喧哗 眼神带着真正的敬畏 看向了北藏林院深处 那里 有着一头青色的巨鸟飞掠而来 巨鸟带着飓风 很快地悬浮在了广场那片 唯一还空旷的区域上空 牧尘的视线也是看向那巨鸟 准确地说是巨鸟的背上 在那里 有着数道苍老的身影 每一道身影都犹如普通的老人 但却没有一个人 敢小觑那种 看似脆弱的苍老身躯 因为在内置下 隐藏着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而在那道苍老身影最前方 则是一名身着青袍 身躯挺拔的中年男子 他面如瘟玉 一对眼睛犹如星辰般浩瀚 令人看去就要沉迷在其中 无法自拔 天地仿佛都倒映在他的眼中 他微笑着 望着那些面带敬畏的少年少女 眼神沧桑 犹如历经无数岁月的锐智智者 他是 沐尘眼神也是凝重地望着那青袍中年身影 他就是我们北苍林院的院长 太苍院长 李玄通轻声地说道 即便是自傲如他 此时语气之中也是有着难掩的尊崇 沐尘微微点头 没想到 连北苍林院的院长都歇身了 这等大人物 平日里 可不是他们这些学员 能够轻易瞧见的 各位小家伙 一年不见 很高兴大家的实力又取得了经济 轻咬之上 太苍院长 微笑地看着那无数的少年少女 清朗的声音 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中 那等声音 令得所有学员体内的灵力 都是温顺下来 仿佛神隐一般 令得他们变得神情气少 甚至连状态都是有所提升 体内灵力愈发地充满活力 好可怕的能力 沐尘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心头顿时惊骇 这是什么实力 仅仅只是凭借着一句话语 就能提升这里如此多人的状态 那种声音 犹如为他们调理的一遍身体一般 强悍莫名 是太苍神音 据说这是一种 脱胎于一部神殿的神法 当年凭借此音 太苍院长一鹤之下 直接震死过一位至尊 罗黎俏联也是不满凝重 贺赦 震死至尊 牧尘头皮发麻 他知道 这必然也是太苍院长动用了真正实力的缘故 但这未免也太恐怖了一点吧 关于狩猎战 向来大家应该已经并不陌生 规则我也不再多言 只是需要重要的提一句的是 今年的狩猎战 最为困难的 因为那最后的镇守者有三位 太苍院长微微一笑 他袖袍一挥 只见到前方的空间便是荡漾起来 仿佛一面巨大无比的镜子 那镜子之内 似乎一座位额无比的山岳 在那山岳之顶 有着三座平顶山峰 山峰上云雾缭绕 似乎遮掩着什么强大存在 众多学员面面相去 他们自然是知道 只有击败了镇守者 他们才能够进行最后的灵光灌顶 不然的话 所有的人手中所获得灵光 都将会毫无作用 彻底作废 以往的镇守者大多都只是一位 没想到这次变得这么困难 变成了三位 而且不知道 究竟会是刑罚殿的哪三位 无数刀实现凝聚在那光景中 那里的云雾一点点的消散 最后隐约地露出三道静静盘坐 看那气势却是犹如猛龙盘踞 欲要震动天地 瞧得那气势 就连李玄通的神色都是微微一变 其他一些感知敏锐的学员 神色也是巨变 这三位便是刑罚殿的三大将 同样也是你们上一届的天榜前三 太仓院长悠悠的声音传荡开来 确实让得无数学员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一次竟然是刑罚殿三大将 亲自出马 这难度也太高了吧 那就是刑罚殿三大将吗 牧尘同样是眼神凝重的 望着那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 但却散发着惊天气势的三道尾蛾身影 这三人的实力相当之强 这次的最后阵守者 果然是他们 李玄通难难地说道 面对着这三位曾经的天榜前三 即便是他都是感觉到了一些压力 而且还是三人齐齐出马 这样的话 这最后的关卡则是太难过了 李玄通围皱着眉头 虽然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 但也并没有狂妄到 感受自己能够以一敌三的地步 毕竟 对方三人可并不是什么寻常角色 在他当年刚刚进入北苍林院的时候 这三位可都是他们仰望的存在 而按照狩猎战的规则 不论他们在狩猎场中 获得了多少灵光 可一旦无法通过这最后一关 那么所有人的辛苦 都将会付诸东流 那拼搏而来的灵光 也将会成为无庸之物 同样的 灵光灌顶那种恩赐 也将不会再有 这是一件关乎到所有参加狩猎战学员 且深利益的重要事情 而显然 很多学员都是想到了这一步 当即 这广场上的气氛 就有些凝固 不少人紧皱着眉头 视线扫尸着 寻找这一道能够令得他们安心的身影 今年的树立战 为何沈苍生没出现呢 如果他不来参加的话 恐怕这最后的关卡 基本很难过去 是啊 光依靠李玄通的话 恐怕无法对付三大将的 一些窃窃私语声 在广场中蔓延开来 不少人都是在找寻着 那一道站在北苍林院 填榜最顶尖的身影 只有当他出现了 他们才能保证 能够顺利地获得灵光灌顶 母尘面色平静 视线 倒并未四处地寻找 在他看来 求人不如求己 依靠别人终归是下城之道 沈苍生的确很强大 他如果赶回来参加狩猎战的话 对于很多人而言 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 但牧尘却并不习惯 将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 李玄通同样是一脸的淡然 神色孤颈不拨 任由那些窃窃私语声 不断地扩散开来 那轻鸟之上 太苍远长微笑地 帮着蹦蹦骚动的广场 大家对此次狩猎战 可有意义 若是没有的话 得便开启灵光界吧 那灵光界便是狩猎场 是一片由北苍林院 开辟出来的奇特小空间 每一年的狩猎战 便是在那灵光界中开启 无数学员面面相觑 接着都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看这模样 沈苍生似乎是不会来了 这样的话 那最后的关卡 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胜算 三大将为名吉省 不仅在北苍林院 就算是在北苍达路都铭记不孝 虽然并不是说 沈苍生只要来参加狩猎战 他们就能够闯过最后的关卡 但至少沈苍生与李玄通联手的话 最终会让得他们胜算上涨许多 太苍院长健壮 胆怠一笑 袖袍一挥 那前方的空间便是扭曲起来 光芒蠕动间 巨大的空间门户缓慢地成形 一种奇特浩瀚的灵力波动 从中荡漾开来 时辰差不多了 今年的狩猎战 便就此开始吧 太苍院长 见到那开启的空间门户 清朗的笑声回荡在众人耳旁 无数学员都是点点头 接着眼中掠过一抹火热 不管怎么样 还没到那最后一步就认输 可不是北苍林院学员的风格 就算今年的狩猎战 没有沈苍生这等强力人物 但他们也会尝试冲进那最后的关卡 不过 就在无数学员准备腾身而起 进入那灵光界的时候 在那遥远的后方 却是突然有着破风之声 急促地响起 一股惊人的灵力波动 冲天而起 这狩猎战 怎么能少得了我呀 在那惊人灵力波动出现之时 一道笑声 也是犹如雷鸣般的 轰隆隆地传来 最后 向彻在这广场上空 是沈苍生学长 他终于回来了 整个广场 几乎是在顷刻间被引爆 无数学员面色兴奋 忍不住地欢呼起来 在这最后时刻 这位天榜的霸主 终于是及时赶来了 在那漫天的欢呼声中 那远处 一道流光激略而来 最后出现在了天空上 光芒散去 黑衣青年凌孔而立 气势披靡 犹如苍蝇击空 瞩目异常 无数的目光 都是带着一些敬畏的 望着那道披靡身影 在这一届的 北苍林院学院心中 沈苍生 无疑是真正的霸主 那天榜第一的名词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总算出现了吗 李玄通盯着天空上 那道黑衣身影 淡淡一笑 那双目之中 则是有着浓浓的 战衣涌出来 如果这一次的狩猎战 没有沈苍生的话 那样实在是 太无趣了一些 他就是沈苍生学长吗 周灵 叶清灵他们 都是面带好奇与敬畏的 望着那道人影 再来到北苍林院后 显然这位天榜霸主的威名 他们听了太多太多 母臣微微点头 他凝视着那道身影 再看看 近乎沸腾起来的气氛 在如今的北苍林院中 能够拥有着这种绝对号召力 近乎旗帜般人物的人 的确仅由沈苍生 这一点 就连同样是天之骄子般人物的 李玄通 都是差其一分 院长 我没来玩吧 沈苍生凌孔而立 他望向那清鸟之上的 太苍院长 太苍院长 也是笑着看了他一眼 对于这位如今北苍林院 最优秀的学员 他自然也是颇为的熟悉 你不是接了 阻杀魔龙子的悬赏任务吗 此次回来 莫非是任务完成了 这话一出 听了不少学员都是心头一抖 魔龙子 那任务店悬赏榜 排名第二的超级狠人 沈苍生闻言 倒是无奈的一笑 与他逗了几场 不过都是被他跑了 等我将这狩猎战参加了 再接受一次灵光灌顶 应该就能将其绞杀了 他话说的平淡 但却是让他不少 北苍林院优秀的学员 都是微微贬色 不知不觉觉 沈苍生已经达到 这种程度了吗 这让的他们如何才能追赶 天榜霸主 名不虚传呢 李玄通双目微迷 但那眼中的战意 丝毫未曾减弱 反而愈发的浓郁 李玄通好久不解 不用一来就这样盯着我吧 似是察觉到了 李玄通的目光 沈苍生转过头来 只是想要看看你这些时间 进步了多少而已 可别被我轻易超越了 哼 我也很想领教一下 你的天学神觉 有没有长进 沈苍生点头一笑 在这天榜上 唯一能够让得 他有所重视的人 便只有一个李玄通 至于贺妖等人物 倒是并未让他 太过的上演 沈苍生笑笑 那淡淡的目光 扫过贺妖 徐荒等 在天榜前十的风云人物 而当他的视线 在见到牧尘的时候 顿时微微一睁 接着别有意味地 深深看了他一眼 对于牧尘 沈苍生显然也是有着不小的印象 当初凭借着荣天静的实力 就能斩杀白轩 并且在魔龙子面前 依旧镇定自入 这份心态 显然不是普通少年能够拥有 牧尘见到沈苍生的目光 也是微微一笑 但却并未出言说什么 既然你们等待的人到了 那么便开始吧 太苍院长笑眯眯地 望向那些神色明显 有所放松的学员 显然沈苍生的赶来 让得很多学员 都是多出了一些信心 他话音一落 之间的那空间门户 顿时爆发出万道光芒 诸位 动身吧 李玄头 咱们灵光抬剑 沈苍生大笑一声 一步跨出 身形已是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是冲进了 那巨大的空间门户之中 唯有着那大笑声 还轰隆隆地回荡在这 广场上空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沈苍生的动作 无疑是瞬间引爆了整个广场 只见到无数道身影拔底而起 然后犹如蝗虫一般掠过天际 遮天笔日地 冲进了那庞大的空间门户之中 李玄通也是立即动身 带着一批人 冲向了那散发着万丈光芒的巨大门户 我们也动身吧 牧尘看向洛梨 后者也是琴手倾点 牧哥 加油 身后 众多洛神会的成员 挥舞着拳头 兴奋地吆喝道 牧尘冲着他们摆了摆手 拉着洛梨的御兽 身形也是陡然暴力而出 然后汇入那扑天盖地的燃流 冲进了那灵光界之中 在那青鸟之上 太苍院长笑眯眯地望着那壮观的一幕 旋即将视线转向半空中 那庞大的光景 那里照耀着灵光界的终点 也就是所谓的灵光台 而三大将便是镇守在此 这次的狩猎战倒是有了一些意思 就是不知道究竟是曾经的天榜前三厉害 还是如今的天榜第三更胜一筹呢 那后方的数位老者文言也是但笑出声 这些学员虽然气势如虹 再加上有着沈苍生与李玄通这等天才 但想要挑衅三大将的地位还是差了一点啊 这一次的狩猎战 很有可能一个搞不好 就得所有人空手而回了 这是一片有些混沌般的奇异世界 天空并不明亮 不过在这混沌般的世界中 却是荡漾着相当恐怖的天地灵气 因为灵气太过磅礴的缘故 所以能够见到一朵朵的灵云漂浮在天空上 时不时的摇曳间会有着一些湿润的灵雾飘荡出来 这里就是灵光界 由北苍林院开辟出来的一个奇特小空间 也是狩猎战的场地 这片空间灵气充裕 但却是缺少升级 天地寂静 没有丝毫的人气 不过这种估计在今日 却是被陡然打破 一道道的光束 犹如蝗虫一般从天而降 然后分散至这片空间的最外围 不过虽说灵光界的空间并不大 但那也是相对而言 至少 这里的规模 远远超出了北苍林院的范围 因此 即便进入这里的学员数量极多 但分散开来 依旧是极其的悉数 在一座小山丘上 两道光束略象 最后化为两道身影 正是牧尘与洛黎二人 他们现出身来 也是有点好奇地打量着这灵光界 接着皆是惊叹出声 好浓厚的天地灵气啊 按照他们的推测 这灵光界中蕴含的天地灵气 恐怕都能比得上 北苍林院中的七级聚灵阵了 而且最恐怖的是 七级聚灵阵虽说也不小 但比起这个空间 显然就不值一提了 不过 却是少了声级 牧尘很快就察觉到 这个空间的缺陷 这里虽然天地灵气 出气的雄厚 但却并没有任何的声级波动 这只是一片开辟没多久的空间 无法延伸声级 也无法让人长久停留 洛黎眉目扫视了一圈 牧尘微微点头 难怪北苍林院不开放这里 让血缘进入修炼 原来是因为这里 并不适合声灵长流 我们也开始行动吧 尽量多得到一些灵光 那所谓的灵光灌顶 最终效果取决于 所获得的灵光强弱 如果获得的灵光很少的话 恐怕只能白白浪费了 灵光灌顶这把恩赐 而在这灵光界 想要获得灵光 只有这一种方式 那便是斩杀灵兵 所谓灵兵 其实就是天地灵气 凝聚而成的人形态 只不过 却并没有任何的灵质 但他们却是拥有着 不弱的力量 按照牧尘所知道的信息 在灵光界中 灵兵分为三个层次 最低的是普通的灵兵 可也拥有着 相当于戎天境的实力 第二等的 则是被称为灵将 拥有着化天境的实力 一些灵力雄厚的灵将 更是堪比化天境后期 为这一类的灵将 也是很多有实力的学员 最喜欢的 因为从他们身上 得到的灵光质量最高 至于最强的灵兵 便是被称为灵王 这种存在 在这灵光界中数量也不多 但却极为的厉害 一旦遇见的话 只能趁机迅速的远离 因为每一只灵王 不仅拥有着简单的意识 而且实力更是堪比 通天境的强者 极其的难缠 这些年的狩猎战中 基本很少会有人 敢去招惹灵王 虽然灵王体内的灵光 是用来灵光灌顶的 最好材质 但那堪比通天境的恐怖力量 却是让人望而却步 忌惮不已 走吧 牧尘辨认了一下方位 然后率先略处 他并没有太过明确的目标 不过此时 只需要对着这灵光界 伸出去就好了 因为所有参加狩猎战的学员 都将会在那身处汇聚 那里 有着最后的镇守者 那是他们所有人的对手 两人掠过天际 因为灵光界 天地灵气浓郁的缘故 牧尘他们的速度 也是受到了压制 周围时事传来的压迫 令得他们不得不 时刻运转灵力抵御着 牧尘二人低空极虑 十数分钟后 眼神微凝 速度减缓 在那前方 有着一道耀眼的光滑 他微眯着眼睛望去 那道光滑 似乎是一道人影 他漂浮而行 有着一股 雄浑的灵气 散发出来 在牧尘 插去到他的时候 他似乎也是感应到了 那些不同的波动 当即飘略而出 犹如鬼魅般的 对着牧尘二人 暴冲而来 速度倒是不错 牧尘微微一笑 脚尖一跌 身形略出 直接是与那道光影交错而过 只不过 在交错的那一刹 他的手掌 却是闪电般的 印在了那光影胸膛 狂暴的灵力 喷波而出 直接是瞬间 将其震碎而去 而随着那道光影的破碎 只见的一道淡红色的光芒 突然从其体内窜出 不过 还不待他逃散 牧尘的大手 已是一把将其抓住 那团淡红光芒 在牧尘掌隙 一点点的缩小 最后化为了一颗 月末龙眼大小的 红色光点 只是在那光点内 蕴含着相当精纯的 天地灵气 这种灵气 没有任何的意识掺杂 纯净 异常 这就是灵光吗 牧尘有些好奇地 把玩着手中的 那颗红色光点 嘖嘖撑起 没想到 如此微小的体积内 所蕴含的灵气 却是那般的沉静 这天地之间 果然神奇 只是一只 普通的灵柄 罗黎说道 这种灵光太微弱 对于他们灵光 灌点而言 只是九牛一毛 所以他们需要寻找那些强大的灵将 慢慢找吧 牧尘也是有点无奈 他们毕竟才第一次参加狩猎战 对于这里根本就不熟悉 而显然 关于那种珍贵的情报 别人也不会那么好心地 与他们共享 罗黎微笑着点点头 他倒是并不急躁 只要与他在一起 即便此次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也不在意 当然 他不在意 牧尘却不能不在意 他知道时间对于罗黎而言 有多重要 眼下 他还能够陪在他身边 自然是要使用一些手段 让得能够扁得更强一些 这样 以后再回到洛神族后 他也是能够少一些辛苦 去前面看看 他看向前方 然后拉着洛黎略处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 牧尘他们的收获 却并不算大 仅仅只是遇见了 十来只普通的灵兵 那所取得的灵光 也算不得多雄厚 这样的牧尘颇感无奈 这灵光界的灵兵 这么稀少吗 那他们还怎么灵光灌顶啊 牧尘驱之一谈 直接是将一道 飞扑而来的灵兵 红尘粉碎 然后 将那飘出来的淡红光点 抓住 有些无奈的撇撇嘴 哦 又是一只普通灵兵 他略感无语 这两三个小时下来 他们的收获并不让人欢喜 洛黎笑隐隐地跟着他 倒是显得格外的轻松 任由牧尘去头疼 前面有灵力波动 不是灵兵的波动 应该是跟我们一样 参加狩猎战的学员 洛黎美目突然看向远方 有点讶异 牧尘倒是没什么兴趣 他哭恼着 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灵光 这第一次带洛黎修炼 如果空手而回 那也太没用了 这灵光界 应该是有着一些规律 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 情报完全陌生 所以当务之际 是解决情报的问题 我们手中 也算是有些灵光了 大不了 用灵光交换情报 如果他们还是不同意的话 那也就不能怪我们 不讲道理了 是吧 听到最后一句话 洛黎顿时忍不住地白了他一眼 娇美一场 牧尘却是兴奋起来 他与洛黎极略而出 短短十数分钟后 他们便是见到 在那前方的一座山丘上 正在爆发着一场战斗 而让得他诧异的是 那战斗并非是学员与灵兵 而是学员之间的内斗 那似乎是十数名学员 在围攻这三道人影 而且那三道人影 显然不敌他们 在那种围攻中 越来越不知 随时都会溃败 安然 我们也不想为难你 你将你所知道的 那灵兵聚集点方向 告诉我们 我们就让你离开 在那战场外 一名精瘦的青年 望着越来越不知的三人 黑黑地笑着 在那被围攻的三人之中 竟然是曾经在牧尘 进入北仓林院时 遇到过的安然 六臣 你做梦 此时的安然 敲脸上红 眉目中满是愤怒 他紧咬着银牙 你这恶心的混蛋 我就算是被踢出狩猎战 也不会把狙击点告诉你 我就不信你敢在这里杀了我 那被称为刘臣的青年 文言却是一声冷笑 事先扫了扫安然那 丰满玲珑的郊区 我的确不敢杀你 不过安然 咱们这里都是些男人 教授的时候 失手摸摸抓抓的话 你到时候也别介意 我想对于这点 你也没办法去举报我吧 安然听得他的这种威胁 对时气得翘脸发白 脚躯颤抖不止 所以 安然 我们何必闹得不愉快 只要你将地址告诉我们 我们甚至带你一起去 猎杀到的灵光 还能分你一份 你觉得 我这提议怎么样 刘臣笑眯眯地说道 安然还是紧咬着银牙 在其身旁 还有这两名同伴 而且都是女孩 他们面对着这刘臣等人的流氓威胁 也是气得翘脸战红 但又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个提议不怎么样 不过 就在他将要说话的时候 一道笑声 却是突然从那不远处传来 接着两道光影暴力而来 出现在了安然他们的前方 牧尘 安然望着眼前那军蚁少年 顿是惊呼出声 牧尘 那正围攻着安然三人的诸多学员 听到这个在北森林院并不算陌生的名字 眼神都是一变 眼中有着浓浓的忌惮 声腾起来 虽说牧尘才进入北森林院不到几个月 但如今他在北森林院的名气 却是比起一些优秀的老生还要大 那名为刘臣的男子 也是面色微变地盯着牧尘二人 两位 这里的事情与你们没关系 何必胡乱插手 若是可以 等我获得情报后 也能与你们共享 到时候 或许我们还能联手 他同样记得牧尘 不过也不甘心放走安然 在这狩猎战中 因为时间的缘故 情报最为的重要 如果他们不能尽快地找到灵兵的聚集点 那他们就没办法收集足够的灵光 那样的话 灵光灌顶也将会效果不大 他同样也是准化天经的实力 再加上他们人多 如果真要动手的话 想来 牧尘二人也没那么容易把他们都收拾掉 安然闻言 却是紧咬着银牙 牧尘 帮我们一把 我把情报交给你 他对这流程也是厌恶之急 宁愿将情报给牧尘 也不愿意便宜了这家伙 牧尘微微一笑 看向流程 安然学姐是我朋友 你还是带人离开吧 他与安然之间的关系倒并非有多深 只是单纯的不太喜欢眼前的流程而已 如果后者等人的实力 也没达到需要让牧尘忌惮的程度 既然如此 他自然是凭着喜好来行事 那流程闻言 眼中顿时闪过胸光 面色阴沉下来 接着他对着那十数名同伴打了个眼色 后者等人顿时退出了围攻安然三女的战圈 开始神色不善地看向牧尘 他交给我来吧 其他人你清理一下 牧尘冲着洛黎轻声说道 好 洛黎琴手轻点 眼前这些人最强的也只是容天井后起 对于他而言并没有丝毫的压力 你们两人就想对付我们这么多 刘臣咬了咬牙 冷笑着出声 不过他声音上还未落下 牧尘已是暴力而出 拦住他 刘臣见状 体内灵力顿时也是暴涌而出 厉声喝道 那十数名同伴也是齐齐爆发灵力 不过还不带他们出手 只见那牧尘的身形突然化为一道光影 仿佛有着低沉龙银声响彻 光影 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 直接是穿梭过了他们的阻拦 然后 在那刘臣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修长的手掌已是轻飘飘地 印在了后者胸膛之上 刘臣望着那犹如鬼魅般出现在面前的牧尘 瞳孔顿时一缩 满脸的骇然 后者的速度太恐怖了 狂暴的灵力 自牧尘掌心喷波而出 那刘臣的身体 便是如同被举锤红重 瞬间倒飞而出 在那地面上 擦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后 方才一头撞在巨岩上 眼神崩碎间 这个倒霉的家伙 直接是被镇昏了过去 他以为凭借他准化天经的实力 怎么也能够与牧尘交手一下 他哪能料到 同为准化天经 但两人之间的差距 却是天壤之别 在牧尘毫不费力地解决掉刘臣时 那后方也是传了一阵 急促的灵力波动 牧尘转过头来 只见得 那十数名倒霉的家伙 亦是纷纷地爱好着倒地 在他们中间 悬疑如墨般的少女 微笑着轻拍了拍小手 然后对着牧尘 娇俏地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 厉害 牧尘竖起大拇指 笑了一声 然后看向一旁的安然三女 安然许姐 没事吧 安然摇摇头 眼神有点复杂地 望着牧尘以及洛梨 数月之前 牧尘才不过是神破镜的实力 然而谁能想到 这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新生 就直接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她 在安然身旁的那两名 同样有些冒昧的年轻女子 也是在悄悄地打量着牧尘 想来 对于这位如今在北苍林院中 声明确切的新生 也是颇感好奇 那所谓的聚集点是什么 牧尘并没有说一些无谓的话 直奔主题 他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关于这灵光节的情报 灵光节中 虽然天地灵气雄厚 但灵兵的凝聚 并没有那么容易 寻常地方 很难寻找到大量 以及高级的灵兵 灵将 安然倒也是干脆 他知道牧尘会帮他 多半是因为 他掌握着这个情报的缘故 所以也就收敛了一些叹息 不过有一些地方 因为地形的缘故 则是会诞生大量的灵兵 而我们就将此称为聚集点 只有找到这些聚集点 方才能够得到大量的灵光 不然 就算是找遍了这灵光节 收获也是不大 牧尘与洛丽 皆是恍然 难怪他们这一路过来 只遇见了一些 稀稀疏疏的灵兵 原来在这灵光节 还有着这等规律 那这聚集点的情报 安然学姐 是从哪儿得来的 其实这种情报 能够在灵芝店买到的 只不过价格极为的高昂 而且那种聚集点 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 谁也不敢肯定 买到的情报 就一定有用 而我此次购买情报的灵芝 还是我们三人凑起来的 但哪知道 这消息被刘臣他们知晓 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灵芝店能买到 牧尘愕然 接着叹了一口气 他们果然是心生的 连这种重要的消息都不知道 就这样一头 撞进了灵光节 我将那聚集点的地址 告诉你们吧 安然的脸颊有些暗淡 不过他倒并没有忘记 先前给予的承诺 这一次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安然身旁 那两名女孩也是轻叹一声 她们的实力 终归还是太弱了一些 在这黑马层出不穷的狩猎战上 根本难以取的成绩 瞧得眼前三个垂头丧气的漂亮女孩 牧尘忍不住的无奈一笑 怎么就有一点罪恶感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安然学姐 我们毕竟是新生 对着灵光界一点都不熟悉 要不就麻烦你们带一下路吧 我们并没心思独占 到时候得到灵光 我们可以平均分配 安然三女一争 接着猛地抬头盯着牧尘 眼中满是惊喜 我们真的可以吗 一般说来 没人会嫌弃灵光会多 因为灵光越多 那到时候进行灵光灌顶 获得好处就越大 而现在 牧尘竟然愿意将那些灵光 与他们平分 以他现在绝对的实力 显然是没必要 给他们这种待遇的 牧尘冲着他们温和地笑了笑 他也知道灵光的重要 不过有种东西 也叫做取之有道 不然倒是与这流程的人 没什么区别了 倒是挺怜香惜玉的 洛璃微微偏头 似笑非笑地轻声说道 牧尘也只能尴尬无奈地一笑 安然学姐 带路吧 我们也得赶紧赶过去 牧尘看向还处于心系之中的 安然三女 嗯 安然连忙点头 辨认了一下方位 然后便是率先略出 牧尘他们也是立即跟上 牧尘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聚集点 因为是从灵芝店中购买而来的情报 所以在我们购买的同时 应该也会有其他的学员购买了 在飞速赶往那个所谓聚集点的途中 安然也是抓紧时间 向牧尘说着可能会遇见的麻烦 你的意思是 盯上这聚集点的 还有着其他的学员吗 牧尘眉头微皱 看来在这狩猎场 灵光的确没有那么容易获得呀 或许会有 安然倒不是特别的肯定 如果没有 那自然是最好 他们能够独占 但若是真遇见的话 恐怕就不会太和谐了 对方如果实力足够的话 很有可能会对他们进行驱逐 先到了再看吧 牧尘想了想 说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再加上还有着洛梨跟随 就算是遇见了什么麻烦 他也并不害怕 如果有谁要对他们展现武力威胁 那他也并不介意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黯然见到牧尘面色平静 并没有多少担忧 也是悄然的松了一口气 看来现在的牧尘 的确不再是当初那个新生了 接下来的路途中 倒是安静了一些 沿途也是遇见了不少学员 不过都是戒备的盯着 然后迅速离去 显然是没有蛇毛交流的想法 而在这飞翼般的飞略中 约摸半个小时后 牧尘能够感觉到 安然的速度缰缓了下来 我们要到了 安然的声音 让得牧尘精神一阵 目光远眺 的确是在那遥远的方向 察觉到了一些不一样的 天地灵气波动 数分钟后 牧尘一行人 落在了一座山峰上 那视线则是望向前方 那里是数座山峰之间 所形成的凹险之地 只不过在那里 荡漾着璀璨的光芒 一道道光影 徘徊在其中 一股股惊人的灵力波动 从它们体内散发出来 那种数量起码拥有着 仅千只数 好多的灵兵啊 牧尘望着那种 惊人数量的灵兵 面色也是一点点的凝重起来 在那深处 还有更强大 洛梨美目凝视着那深处 牧尘闻言 事先顿时射去 果然是见到 在那最深处 有着数道 异常高大的光影 以波波强横的灵力威亚 从它们体内散发出来 那种波动 远胜其他的灵兵 牧尘眼神一宁 那是灵将 庞大的山坳中 灵力的光芒 耀眼的绽缝着 看上去 犹如灵力的海洋一般 那一道道光影 漂浮在其中 虽说它们并没有 任何的意识 但如此庞大的数量 汇聚在一起 那种灵力 也是达到了一种 颇为可怕的程度 这里的灵兵 恐怕有着上千的数量 如果换作实力相当的人选 那就是上千名 实力在荣天经的人 那种数量 如果整合起来 就算是化天经的人 都得被红尘炸 不过好在的是 这些灵兵并没有那种智慧 不然的话 现在的牧尘等人 就得有多远 跑多远了 这么多灵兵啊 完然他们也是 目瞪口袋地 望着眼前的场景 接着忍不住地 看向牧尘 我们怎么动手啊 牧尘眉头皱气 因为除了这些 数量庞大的灵兵 在那深处 显然还有着实力 堪比化天经的灵将存在 这里 几乎是相当于 一支小型的军队 我们的人太少了 恐怕吃不下这里 洛黎柳眉微醋 即便这些灵兵并没有智慧 但就算是 只是催动灵力 做最简单的攻击 这么庞大的数量 汇聚在一起 也是很惊人的 而他们这里 只有五个人 最强的战斗力 便是他与牧尘 但如果只是依靠 他们两人来对付 这大量的灵兵 以及隐藏在最深处的灵将 那会对他们造成 极大的消耗 而在这种地方 造成极大的消耗 对于他们而言 显然是极其不理智的行为 而且 洛黎柳梁 琅琅琳般的毛子轻轻扫荡着这片群山 盯上这里的并不只是我们 他能够隐喻地感觉到一些隐藏的气息 显然 发现这片狙击点的并不只是他们 不过其他发现这里的人 也是如他们一般 似乎并没有直接吞下这么多灵兵的能力 牧尘点头 他同样是察觉到了一些隐藏起来的灵力波动 他双目微微闪烁 事先看向这片群山 接着胆带一笑 雄魂的声音确实传荡开来 各位 何必躲躲藏藏 这里的灵兵不少 谁都单独吃不下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合作一下 他的声音回荡在群山间 但那些庞大山傲中的灵兵 却没有丝毫的动静 没有意识的他们 甚至连生灵都撑不上 只能算作一种比较凝聚的天地灵气而已 所以牧尘也并不担心会惊动他们 而随着牧尘的声音落下 群山间安静了数分钟 接着终于是有着破风声响起 一道道身影 从隐蔽之处闪略而出 悬浮在半空 那般数量也是不小 约莫数十人了 只不过这些人都是静位分明的 形成几个圈子 显然各自都有着团队 牧尘事先扫过那些悬浮半空的人影 眼中也是略过一丝惊讶之色 因为他能够察觉到 在那些队伍之中 都是拥有着画天井级别的人物坐镇 虽说只是画天井初期 但也足以说明他们的厉害了 不愧是狩猎战 很多人的实力都是爆发式的增长了呀 牧尘在心中感叹 一般说来 画天井初期的实力是足以进入天榜前二时 但显然 在这狩猎战中 画天井初期的数量将会变化不少 而自此以后 想要再进入天榜前二时 恐怕光凭画天井初期的实力将会远远不够了 在下牧尘 不知道各位怎么称呼 牧尘冲着他们一抱拳 那些人听到这个名字 都是有些惊讶的看了牧尘一眼 这个名字 在北苍林医院可并不算陌生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牧尘学弟呀 就闻大名了 在下林峰 一只约摸十人的小队之手 一名轻衣青年 也是笑着攻守 刘瞻 另外一只小队的领头青年 也是抱拳 陈鹏 一名金手的青年 也是点点头 面庞上亲着一些傲气 这三个人 都是眼前三只小队的领头人 而且实力也很强 都是达到了画天井初期 难怪 能够让身后众人皆是信服 想来大家都明白 这聚集点的灵兵太多 我们谁都没办法单独地吃下 不如合作一番 联手分割 到时候取得多少灵光 就全看各自本事 如何 那三名队长文言 目光都是一闪 那林峰与刘勘 倒是未曾发表异议 不过 那名为陈鹏的队长 却是上下看了牧尘一眼 摇了摇头 这里的聚集点 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一来就想让我们 分你们一杯羹 可没那么好的事情 在这三只小队中 这陈鹏人数最多 实力应该也算是最强 原本他们是想找机会 慢慢地吞并这里的灵兵 但哪料到被另外的两支队伍发现 这才暗中对峙起来 谁知道 又突然窜出了一个牧尘 而且看这模样 似乎也想来瓜分这些灵兵 虽说对于牧尘他 也是听说过 但他却并没有太多的忌惮 以他画天井出奇的实力 在北苍立院 也是能够算作优秀 再加上 身后阵容不入 他可不太愿意 将这块蛋糕给分出来 听得他话语中的轻视 安然三女倒是有些愤怒 不过碍于对方实力强横 倒也不敢多说什么 那陈鹏兄弟 是想如何 牧尘微微一笑 任谁都看不清楚 那黑色毛子中的情绪 这样吧 看在你们辛苦赶过来 也是不易 你们可以协助我们 等将这些灵兵尽数剿灭 我们分你们一百道灵广 如何 一百道灵广 看来陈鹏兄是认为 我们并没有实力 与资格 参与这种瓜分呢 陈鹏不知可否 只是体内却是悄然的 有着灵力运转 他虽然自傲 但却同样谨慎 眼前的牧尘 看似只有准画天井的实力 但据说就连画天井初期的人 都难以奈何他 不过 他们毕竟人多 一旦动手的话 绝对能碾压对方的队伍 母臣淡淡一笑 身旁的洛梨轻轻上前 那陈鹏一见到洛梨的动作 身体便是紧绷起来 其身后那十数人 也是立即戒备 显示出不错的战斗经验 与配合 你接得下我一剑 那我们便免费帮当炮灰 洛梨玉手缓缓地握紧剑柄 琉璃般的毛子盯着那陈鹏 声音清澈而平淡 好大的口气啊 那陈鹏是怒急返笑 不过还不待他笑声彻底落下 洛梨却是一剑刺出 一道滔天般的剑气暴射而出 犹如一道耀眼光芒 瞬间撕裂了天际 一道深深的剑痕 直接从洛梨身前暴射而出 在那道惊天般剑气暴射而出时 那陈鹏的面色顿时巨变 不过 他毕竟也是有点能耐 一声饱喝 替那灵力涌动 飞快地在其面前化为一道灵力光笔 灵力光笔刚刚成形 那一道明亮剑气已是暴力而至 光笔猛地荡漾 然后便是在那陈鹏骇人的目光中 被生生地撕裂而开 一道血痕掠过陈鹏的脸庞 甚至连头发都是被切断不少 令得他看上去颇为的狼狈 那陈鹏身后实书人 见到他竟然是连一招都接不住 面色顿时巨变 那看向下方脸颊平静的收剑 退回牧尘身后落离的目光中 充满着震动 那始终在一旁看着的林峰 一记流看 身色解释一宁 看向落离的目光 分外的凝重 没想到这个让他们感到惊艳的少女 竟然也是这么的厉害 现在的话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牧尘再度看向眼神惊异不定的陈鹏 声音轻轻 只是那黑色毛子中已是有着冷芒凝聚 若是这陈鹏依旧还不识趣 那就真是只能麻烦一点的出手驱逐了 陈鹏微微咬牙 不过他毕竟不是蠢货 牧尘他们人虽然少 但展现出来的实力 却足以震慑他们 好 他也不是破破麻麻的人 既然牧尘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 与资格来分一杯羹 那他再阻拦 也就是自讨苦吃了 牧尘学弟真不愧是连李玄通都奈何不了的人呢 我们对你的提议并没有意义 那林峰也是笑着赞赏的 我们也是 刘勘也是点头 牧尘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 那就合作愉快了 牧尘的视线转向那庞大的山傲 内里的灵光犹如海洋般荡漾着 这让他眼中略过一丝炽热 如果能够将这些的灵兵解决 那必然是一笔极大的收获 各位 准备动手吧 不然拖得越久 或许注意这里的人就越多 牧尘笑了笑 他体内有着滚滚灵力席卷而出 犹如黑色的狼烟 只宠云霄 好 那林峰 刘勘 陈鹏等人也是应道 体内灵力运转 那雄昏的灵力波动 顿时弥漫了这片天地 而就在牧尘他们准备剿灭 这处聚集点时 在这片群山的某处隐蔽处 却是有着几道目光 默然地锁定着他们 大哥 他们要动手了 我们还看着吗 似是有着一道笑声响起 那林峰等人倒是小事 不过那个叫做牧尘与洛黎的新舍 倒是稍微有点棘手 不过 也无碍了 我们三兄弟隐忍这么久 也该展露下实力了 这次狩猎战之后 天榜前十 想来我们三兄弟 能够占据三席了 另外一道声音 也是淡笑着 在他们前方 有着一道瘦长的身影 他眼神淡漠地 望着那片山坳处 淡淡的声音中 紧着些许冰冷与嘲讽 先让他们解决掉那些灵兵吧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收场就行了 顺便再留下一百道灵光 作为感谢 还是大哥慷慨啊 在牧尘等人 对着那灵光海洋冲去时 那些庞大的灵兵 也是感觉到了灵气的波动 当即有着嗡名之声荡漾开来 那一道道灵兵光影 也是在此时暴力而出 对着牧尘等人围剿而去 这些灵兵虽然没有灵制 但对于天地灵气的感应 却最为的敏锐 一旦有任何灵气 异样的灵力波动 出现在他们的感知范围 那就会立即引来 他们狂暴无比的进攻 牧尘微眯着眼睛 望着对着他们呼啸而来的 大批灵兵 那般数量 怕是有着数百 灵力荡漾节 那种波动令人不该消去 动手 牧尘一声清河 又黑灵力 犹如狼烟般戏绝 一拳轰出 树到燃烧着黑炎的灵力匹炼 便是狠狠地横扫而过 那凡是接触到灵力匹炼的灵兵 几乎是在顷刻间崩碎而去 而随着那些灵兵的崩碎 一道道淡红色的灵光便是凝聚而出 最后被牧尘一把收起 这般收获让得他眼中忍不住的有些欣喜之色浮现 他们之前辛苦那么久 这才收获了数十道灵光而已 然而到了这里 才这么一会儿收获就如此之大 寻找聚集点 果然才是在狩猎场中 获得灵光的最好方式 而且 牧尘的灵力融合了九幽火 这种火焰连灵力都能够燃烧 眼下用来对付这些灵气凝聚而成的灵兵 效果竟是出奇的好 在那后面 黯然他们见到横冲直撞 几乎碾压般摧毁那些灵兵的牧尘 美目中也是有着金色浮现 虽说这些灵兵的实力 只是相当于荣天惊 就连他们单独的对付起来都很容易 可要想 去到如同牧尘这般 翠酷拉朽般的效果 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看了一眼牧尘 然后再转向洛离 少女紧随在牧尘右侧 玉手握着长肩 剑位出桥 但那种灵力无匹的剑气 却是直接将那些冲杀而来的灵兵 尽数地撕裂 那种斩杀灵兵的速度 并不见得会比牧尘慢多少 好厉害呀 安然三女面面相娶 他们的速度 与牧尘二人比起来 就差了太多太多 这让他们忍不住地摇头苦笑 这两个新生真是太恐怖了 如今的这片犹如灵光海洋般的山坳 也是因为牧尘他们冲进而有些骚动 除了牧尘他们这边 另外三支队伍也是犹如猛虎下山一般 从另外三个方向进行冲杀 分隔着那些数量庞大的灵兵 凭借着人数的缘故 他们的效率还是不错的 不过比起有着牧尘与洛梨 作为箭头的五人小队相比 确实依旧弱了一些